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三十一集 想到整个商族恐怕都死亡了 秦宇的内心就无比的愤怒 他不是魏道士 但是对于这种灭族的残忍阴谋 身为人类又怎么能不愤慨 秦宇开始从脑海中的诸葛内经 寻找有关石化重生术的漏洞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后 总算让他找到了方法 施展石化重生的人 最怕的就是阴思鬼神 因为施展此术的人 在没有成功之前 生机是全无的 完全就是死人 而阴思鬼神的职责 就是勾走阳间停留的鬼魂 一旦魂魄被勾走 这石化重生术也就彻底失败了 诸葛内经中请阴思鬼神的方法有很多 只是大部分都是要借助特殊的道具 或者开谈做法 要凭空去招引鬼司过来 秦宇还真是束手无策 诸葛内经中对相识的境界 有着详细的划分 一共分为九品 想要召唤阴思 最起码达到四品相识的境界 而秦宇经过龙器的滋养 刚刚突破一品相识 达到二品相识的境界而已 离能召唤阴思还差得很远 如果让他准备好一些道具 凭借二品相识的境界 也有一定的几率召唤出阴思 只是现在秦宇只能干瞪眼 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 既然暂时没有办法破坏这千足老妖的石化重生书 秦宇只好先离开这里 等以后找机会再来破坏掉他 看样子他要完全重生 还需要一段时日 秦宇来到石床边 伸手在石床的右脚处摸着 没一会儿 双眸闪过亮光 果然 让他找到了一块略微凸起的地方 按照仇部主人的记载 这张石床下有一个暗道 能通到外边去 这是仇部的主人在发现红色生物后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挖掘出来的 只可惜他感觉到心脏的异动 知道自己逃出去也没用了 就留下了仇部上的文字 回归到埋葬族人的尸骨石石中去 不过这样也就便宜了秦宇 伸手用力的在凸起的石块上按了下去 只见石床开始滑动 逐渐露出一个通道 上族的前辈 你放心 等我出去后 一定想办法收拾掉这千族老妖 替你们报仇 秦宇最后又来到埋葬商族人尸骨的石石外 诚心的鞠了三宫 这才钻进石床上的通道中 通道紧紧可容一个人在里面爬行 而且也很粗糙 秦宇的手不时的碰到石粒 肌肤划破了好几道口子 不过就算这样 他还是感谢那位商族的前辈 如果没有这个通道 他还真不一定能够逃出去 秦宇努力的在通道中爬行 另一头 莫永新一伙人找遍了整个地方 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最后又汇聚在九星三才阵前 姐 秦宇可能不在这里 要不咱们先上去 弄不好 他找到出路上去了也说不定 莫永新见老姐的脸色还是苍白 于是劝说道 这一层所有的地方都找过了 根本没有什么出路 唯一上去的路就是咱们掉下来的那个地方 要是咱们走了 他该怎么上去 莫永新拒绝了莫永新的意见 莫小姐 既然这个地方没有出口 那么秦兄弟又能去哪呢 莫小姐和秦兄弟是触动了机关掉下来的 我个人觉得这下面肯定也有什么机关暗道的存在 秦兄弟应该是触动了某个机关 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我们这样找也不是办法 不如派人守在那个洞口 我们先上去 好好商量下 怎么找秦兄弟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手 要想找到机关暗道的可能 实在是太渺茫了 贺平也出声劝说道 莫永新扫视了他一眼 沉思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点点头答应了 这样找下去确实不是办法 而且他总觉得秦语那家伙应该还很安全 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一伙人开始朝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去 总算到头了 一丝光亮从不远处射进来 秦语精神一震 在这狭小的石洞中爬行 人都快憋死了 还好 有光亮说明离洞口不远了 当下加快速度朝着光亮处爬行 哗的一声 秦语扒开洞口处的藤条 引起在附近栖息的鸟的恐慌 一整哗啦无数的鸟泪展翅飞走 这不是山脚处吗 我竟然直接到这里来了 一出了洞口 秦语就用手遮挡住眼睛 在洞内不见阳光 要是不给眼睛一个适应的时间 容易对眼睛造成伤害 认清了自己所在的地方 秦语转身又把藤条给弄好了 遮挡住这个洞口 只要不是走近观察 应该看不出这里隐藏着一个洞口 做完这一切后 他才转身朝着上山的路走去 哎呦 终于出来了 这洞穴 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莫永兴 小心地扶着自家老姐上来 感叹道 别废话 秦语还在下面呢 大家一会儿都来讨论一下 该怎么去寻找秦语 莫永兴束手遮挡在额头上 妙目横了一眼自家老弟 莫小姐 我看不用去找秦先生了 你看前面那个人 一旁的保镖 用手一指前面 对着莫永兴说道 前面 莫永兴顺着保镖的手指方向 朝前面看去 一个人影正朝他们走来 看身材和秦语差不多 等烧尽一会儿 熟悉的面貌出现在他的面前 正是秦语 只是秦语看起来有点狼狈 身上的衣服被划破了好几条 头发上也沾满了灰尘 整个一副犀利歌的模样 扑哧一声 一旁的莫永兴首先忍不住笑了出来 走上前 一巴掌拍到秦语的肩膀上 哈哈大笑道 秦语 你怎么变成铜巴山的野人了 看见莫永兴呲牙咧嘴 幸灾乐祸的样子 秦语内心 赋斐了一句 还不是因为你莫家的事情 不然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想到这 秦语的目光不自觉的朝前面的莫永兴投去 刚好对方的目光也望向他 两人四目交加 莫永兴的脸上突然飞起两抹烟红 眼神如受到惊吓的兔子一般赶忙收了回去 这妞儿不会是记得中了弥春香后的事情吗 秦语暗存 看莫永兴的神情很有可能 还好他当初克制住了自己 没有做出什么语举的事情来 真是庆幸了 想要收听更多永兴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客户端 对了秦语 你怎么会从山下走来 你不是在洞内吗 还有我姐是被谁打婚的 你又去了哪 秦兄弟无恙最好 不然贺某就要愧疚了 不过秦兄弟 你怎么会从山下出现呢 贺平也走了过来 出声询问 似乎对秦语出现在这里 感到很好奇 秦语的眼神望向了莫永兴 后者朝他眨了下眼睛 秦语就明白了 莫永兴应该还没有和贺平摊牌 虽然不知道莫永兴打的什么主意 不过既然没摊牌 他也就不能戳破 一言难尽啊 当时我和莫小姐掉入河水后 我们一直往下游走 最后来到了那个九星三才阵间 发现了李龙的尸体 莫小姐心急走过去 结果触动了阵法 结果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机关 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我在山脚下了 秦语用手一纸扇的另外一边山脚 这样是为了防止贺平可能会暗中去山脚查探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洞口 也许又会多出一些事端来 哼 昏倒出现在山脚 秦语 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莫永兴满脸的不信 这人能好端端的从洞中跑到山脚去 还是昏迷的 难道这洞内还有什么东西 好心的送他出来不成 小弟 不要胡说 我觉得秦先生说的很有可能 这洞穴内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 莫永兴打断了莫永兴的质疑 秦语说的话 他也不相信 他可是知道自己是被这家伙给打晕的 他自然不可能晕倒 不过当着贺平的面 有些话不好细问 坐在莫永兴的汉马车内 秦语的思绪翻飞 从铜跋山出来之后 他就和莫永兴进行了一场密谈 对于贺平的事情 他没有什么心情去管 这件事只是和莫家有关 莫永兴已经有了主意 他不便多说 关于千足神君的事情 他也只是稍微的给莫永兴透露了一点 不过凭对方冰雪聪明的脑袋 应该能揣摩的出来 两人都很有默契的 没有去谈在九星三财阵中发生的事情 出了铜跋山 莫永兴又恢复成了冰冷的模样 让秦语恍惚的觉得 九星三财阵内的那个莫永兴 根本就不是眼前的这个 秦语 到底你和我姐在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另外 为什么我姐还要我监视贺平啊 在前头开车的莫永兴 眼看车子就要进了县城 到了秦语家所在的镇子 终于憋不住开口问了 这些事情你去问你姐去啊 我姐要是告诉我 我还用得着问你 莫永兴白眼一翻 她老姐的口风很紧 一点都不跟她提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一再交代她 安排贴心可靠的人 监视贺平的一举一动 那你就监视住贺平就可以了 我可以告诉你 贺平的来历很不简单 有些神秘 一旦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你老姐应该就会告诉你一切的 秦语坐直了身体 正色道 你们就搞神秘吧 别以为我自己不会调查 莫永兴一瞥嘴 刹车一踩 秦语没注意 直接撞上前面的座椅 哎呦一声 朝着莫永兴吼道 你怎么开车的 到你家门口了 难不成我还不刹车 莫永兴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一纸窗外的房屋 还真是到了 秦语往外一看 还真是到了自己家门口了 也顾不得纠结莫永兴的突然刹车 拉开车门 直接下车去了 这一次去通巴山 一去就是七八天 在山内又没信号 也不知道父母没能联系自己 该有多担心 想想自从上大学后 陪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就非常少了 过年的时候回来 又忙着同学聚会 在家待的日子屈指可数 秦语进入门院内 发现父母都在大厅 看到她进来 脸上露出喜色 母亲张梅开口说道 小语啊 怎么去一趟通巴山这么久才回来 你表个张华 打了好多次电话找你 啊 表哥找我 秦语纳闷 表哥在广州打电话找他 能有什么事情 当下掏出手机 一看 才发现因为没有信号 一直带机 已经没电了 哎呦 这孩子 手机没电了都不知道 拿我电话 给你表哥打吧 秦语 秦语母亲张梅 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秦语 秦语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自己还真是粗心大意啊 喂 姑妈妈 有什么事 是不是小语回来了 电话拨过去 没一会儿就接通了 表哥就直接开口说了起来 我是小语 表哥 你打电话找我 哦 是小语啊 哎呀 可等到你的电话了 哎 你这些天都去哪了 你稍等啊 听到秦语的声音 张华的话语提高了十几个分贝 那边人声搬杂 显然张华是打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 和他说 小语 我这边出事了 没一会儿 表哥的声音再次从电话中传来 出事 秦语疑惑 哎 我这工地上出事了 一座大厦施工 死了好几个工人了 哎 还记得你给我的那张镇煞符吗 我把它贴在大厦内 结果光芒大肾 你不是和我说过 这镇宅符表现越是夺眼 越说明这地方的煞气严重吗 而且最怪异的是 两天前这镇煞符突然从墙上脱落了下来 根据你对我说的 镇煞符脱落 代表煞气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了 我已经和老板建议暂时停止了施工 不过你知道 这工地施工一旦停止 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耗不起啊 我希望你能来广州一趟 看看到底工地出了什么问题 表哥 你做法是对的 镇煞符脱落 这栋大厦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不要让工人靠近这座大厦 这样吧 我明天就买火车票 去一趟广州看看 秦宇想了一下 铜跋山迁足神军的事情还不急 他没那么快石化重生成功 表哥那边镇煞符脱落 倒是说明情况 已经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步了 煞气已经具有一定的气候了 好的 这样吧 我给你订好票 你明天直接拿身份证 去火车站 拿票上车就是了 听到秦宇要过来 张华开心的说道 帮我订票 表哥 你什么时候这么时尚了 秦宇打趣着说道 现在订票都是通过上网订的 他表哥初中没读完 就出去闯荡了 一直是干的工地的活 什么时候还学会网上订票了 这不是你说的找了个会计吗 人家是大学生 我叫他帮你订的票 张华的声音支支吾吾 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表哥 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会是真的打算 秦宇哈哈大笑 难道表哥真的开窍了 这样也好 省的舅妈老是唠叨 话说表哥也老大不小了 只是不知道这女的怎么样 是不是对表哥也有意思 别乱说 人家是来工作的 我告诉你啊 来了广州 见到人家别乱说话 小心把人家给吓跑了 放心吧 我不会把未来的表嫂给吓走的 不然舅妈还不得怨恨死我呀 她可是等抱孙子等很久了 秦宇又打去了几句 才挂掉电话 却发现母亲紧紧的盯着她 眼神发亮 问道 哎 你表哥张华 他你有了 哪的人 长得怎么样啊 母亲的一脸问话 让秦宇苦笑啊 这都哪跟哪啊 自己也是现在才知道 而且这事有没有一撇 都难说呢 人家姑娘还不一定知道表哥的心思呢 看来对于表哥的婚事 不但是舅妈上心 连母亲也很记挂呀 妈 我也不清楚 您这都哪跟哪啊 这事 您可别跟舅妈说呀 人家姑娘还不一定答应呢 别到时候事情没定 舅妈就嚷嚷开来 哎 你不是明天要去广州吗 你去帮你表哥看看 如果觉得不错 就叫他带回家 这都老大不小了 还不成家 也不是个事 老妈直接忽视了秦宇话中 人家女孩的意见 让她一阵子无奈 只好一口答应下来 不管了 反正这些都有表哥自己去面对 不用说 老妈一会儿肯定会和舅妈说 舅妈也一定会和表哥打电话唠叨 所谓死道有不死平道 表哥 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哎 对了 你大舅也给你打过好几个电话 找不到你就打电话到家里来了 啊 大舅啊 哦 那我一会儿手机充好电 就给大舅回个电话 第三十二集 秦宇点了点头 这大舅找自己应该是与县长有关 不过县长家的祖坟已经迁逢完成了 还能有什么事呢 哎 去广州的时候从家里带一壶老酒去 你表哥最喜欢家里自己酿的白酒 还有啊 在外不要多喝酒 秦妇也插口说了几句 话不多 但是秦宇还是能感觉到话中的关怀之意 哎 爸 我会注意的 放心吧 那我先上去了 来到自己的房间 把手机充电器连上 开机 发现一连串的来电提示音 还有不少短信 秦宇一一看了过去 表哥就打了十几个过来 还有大舅的几个 另外还有梦瑶的电话 喂 大舅 是我 小雨啊 找我有什么事情 哦 感谢我 请我吃饭呢 我这刚从铜跋山出来 明天要去广州表哥那儿 最近没空啊 帮我谢谢郝县长 新衣 我领了 秦宇猜得没错 大舅的电话打过来 果然是与县长有关 郝县长家事解决了 打算宴请他 聊表下谢意 挂完大舅的电话 秦宇又按起梦瑶的号码出来 没有拨出去 和梦瑶分开已经快两个月了 脑海中又不自觉的响起和他牵手漫步在校园的情景 可爱的迷你裙 露出一节粉白的小腿 双手挽在他的手臂上 一张脸贴在他的胸脯上 这是梦瑶最喜欢做的事情 他说这样很有幸福感 只是想着想着 脑海中的画面突然变了 贴在他胸脯处的女孩一抬头 露出一张烟红的脸颊粉嫩欲滴 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 我去 怎么是莫小姐 秦宇赶忙挥散掉脑海中的情景 这女孩竟然是莫永心 真是罪过 赶忙按出拨号键 对不起 您拨大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一连串的英文提示音传出 梦瑶的手机关机了 摇摇头 她只能以后再去找机会 给梦瑶打过去 上饶开往广州的列车上 秦宇正收拾好东西 躺在下铺 表哥张华给他定的是软卧 倒也免了十几个小时的奔波劳累 小兄弟 咱能不能换一下 你去睡上面 你看老哥我这两百来斤肉 也爬不上去啊 就在秦宇躺下没多久 一位肥胖的男子夹着一个包 走了进来 一边擦额头上的汗 一边朝秦宇商量的 可以 秦宇打亮了一眼这个男子 全身肥肉脖子几乎都看不见了 整个人站在那就给人一种喜感 谢谢小兄弟了 抽烟不 看到秦宇答应 胖子喜一笑烟开 从包里掏出一包烟 开拆了的软中滑 就朝他递过去 不用了 你抽吧 秦宇婉拒 胖子看起来给人喜感 一幅人畜无害的模样 不过出门在外的还是小心点 秦宇也没少听到 有人说很多人在火车上 就是接了陌生人的烟 结果全身的东西丢了个金光 老家 让一下 秦宇爬上上铺没多久 又一道声音从门口传来 几个大的麻袋包出现在门口 一个人的身影被麻袋挡着 不过听着这不标准的普通话 秦宇便明白 进来的应该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等到把麻袋放好 秦宇总算看清了进来的人的样貌 蓬松混乱的头发 瘦黄的脸 两个颧骨凸起 穿的一件脏乱的浅蓝色衣服 上面还有几个偌大的字 海天黄豆浆 男子瞧见秦宇看他 脸上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 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秦宇也朝对方笑了一下 算是礼貌的招呼 你这包里都放着什么 怎么有股酸味 胖子的声音从下面响起 这位老板 俺自家腌了一点酸白菜 打算带下去吃的 不好意思了 男子的脸上露出抱歉的神情 这腌白菜啊 秦宇知道 很多农村人种的大白菜 吃不完都会拿去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等水分晒得差不多 再放在水里密透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白菜就会逐渐变酸 再拧干 用来当下韭菜 或者是炒肉之类的 也算是农家一套常见的菜 这破酸白菜能值几个钱 还这么麻烦的带出去 胖子厌恶的皱了皱鼻子 点燃一支烟 来驱散这酸白菜散发出来的酸味 男子没有接话 表情有点尴尬 这一袋酸白菜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是带到外地去 早上可以拿来就着喝粥 也能配饭 能省下不少的钱 别说呀 这出门在外 要是能有一盘腌白菜吃 也是很有家乡的味道的 我在外的时候 就经常想到咱们家里的腌白菜啊 看到男子有点尴尬 钦鱼赶忙出生解围 这出门在外也不容易 一顿饭钱对有些人来说 就那么十几块而已 但是对这些农民工来说 能省下十几块 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哎 我知道 这大家出门在外都挺不容易的 哎 你们也都是去广州的吧 胖子也只是发一句牢骚 说话的时候 还给那个男子抛去了一根烟 哎哟 谢谢老板 这可是好烟啊 男子接过烟 拿起来一看 笑着说 哎 我是去惠州 离广州倒是不远 嗨 什么好烟不好烟的 也就是打肿脸冲胖子罢了 装装门面 我说你怎么会买卧铺票呢 扑的一声 秦宇在上铺 听到胖子的话没忍住 笑了出来 这词拿到胖子身上来形容 还真不合适 他哪需要打肿脸呢 这不打就已经够胖了 哎 我哪舍得买卧铺票啊 哎 这是我女儿帮我在网上订的 哎 我女儿在广州工作了 读了大学毕业的 知道我要出门 怎么也要给我买卧铺票 男子的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 谈到自己女儿的时候 满脸都是笑容 显然能有一个读完大学的女儿 对她来说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哎 那你怎么不去你闺女那 这样不也好有个照顾吗 哎 这这不好 对孩子的影响不太好 男子笑笑 他一个农民工和女儿住一起 不是让女儿丢面子吗 他可是知道 现在的城市人势力的狠 可不能因为女儿有一个农民工的父亲 因此给女儿带来不好的影响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就是做父母的通病 秦宇无奈的摇摇头 又有几个做子女的知道 体谅父母的苦 就连他自己不也一样吗 在学校的时候 难得打一个电话回家 哪怕打回去 也是说不了几句 就匆匆的挂掉 火车还在继续行驶 几人都躺在床上 各自想着事情 不一会儿就过去了几个站 就在秦宇浑浑噩噩 即将睡过去的时候 卧铺的门再次被推开了 一个妙龄女子出现在门口 一头波浪般的绣发散开 上身一件单尖黑色外套 露出一截粉尖 整个人慵懒地靠在门口 女子的样貌很妖媚 双眉狭长 略往上挑 目光扫视室内的三人 就像在抛媚演一般 亲于耳中清楚地听到 下铺胖子的咽口水声 12A8号 我在上铺 这位大哥 能不能让一下 女子的声音很柔 有点南方女子特有的浓味 她看了下手里的车票 又对了下床位 对下面的男子说道 好的好的 男子慌忙地展开 眼睛都不敢往女子的身上看 这么漂亮又穿得性感的女人 恐怕她压根就没遇见过 更不会有交集 这一时之间 脸部都红了起来 登登登 脱掉鞋子的女子 很快就爬上了上铺 躺在了床上 不过从秦宇这个角度看 还是可以看到女子平躺下 那高耸的胸部 一上一下的起伏着 真是个妖精 有那么一种女人 这天生就具有魅力 一举一动都能挑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 对面上铺的那女子 明显就是具有这种魅力的女人 秦宇从床上起身爬了下去 打开卧室门 直接朝着吸烟区走去 掏出了一根烟 点燃后 狠狠地吸了一口 借此来缓解被那女子勾起的欲望 一口烟气吐出 他才平静下来 看着下身先前有抬头迹象的小弟弟 轻于苦笑啊 最近自己的火气似乎重了点 看来和梦瑶分开久了点 这控制力倒是下降了 抽完烟 又用冷水洗了把脸 秦宇这才朝卧铺室走回去 推开门 发现胖子在朝他挤眉弄眼 一副羡慕嫉妒的样子 小兄弟 和哥哥我换位置 不吃亏吧 这上面可以好好的欣赏美女 就在他一脚踩上梯子的时候 胖子凑过来 在他身边笑声说道 是不愧害得我还得洗脸去祸 秦宇撇了撇嘴 内心腹肥 没有理会胖子 直接爬了上去 对面的那女子 此时正拿着手机 对着他自己 不过屏幕是黑的 秦宇略微一想就明白了 想来那女子是把手机屏幕当做镜子用了 真是一个爱美的女生啊 摇摇头 轻语索性侧身背对女子 埋头睡觉 夜晚 一夜无语 还没从铜巴山的牢泪中 缓过神来的秦宇 睡得很充实 模模糊糊中 感觉到有人在拍打她的身体 小兄弟 别睡了 咱们的东西都被人偷了 看到秦宇还没有什么反应 那人有点急 直接掀开了她的被子 怎么了 身上一凉 秦宇总算是醒过来了 睁开轻松的睡眼 发现一张肥脸占据了她的视线 正是那胖子 胖子的脸上流露出愤怒和焦急的神情 还怎么了 小兄弟 咱们咱俩的行李都被人给动了 之前的东西全她娘都没了 胖子骂骂咧咧的 哦 我行李也没啥值钱的 就几件换洗的衣服而已 秦宇倒是不急 她的行李箱就几件衣服 钱财都随身带在身上 本来还有莫永兴给的一百万支票 可惜掉进河里的时候 失掉了 没用了 她也没好意思和莫永兴提 哎 小兄弟 你没啥值钱的东西 我的钱包也被人给摸过去了 整整五万块现金呢 没想到那个漂亮的女人竟然是一个贼 你说偷东西的人是对面那女的 听到胖子的话 秦宇朝对面床铺看去 床铺空荡 无一物 哪还有什么女人的踪影 倒是下铺的男子还在 只是和胖子不一样 他倒没什么交集的神情 你怎么知道是那女人偷的 秦宇回头朝胖子问道 这卧铺是繁琐的 要是外人怎么进得来 而且为什么咱们三个睡得这么死 我估计就是那女人身上的香水搞的鬼 自己倒是把这给忘了 秦宇一拍后脑 卧铺从内部繁琐 外人是不可能进得来的 而且三人也没开过门 只能是内贼 小兄弟 你还是看看丢了啥吧 我看你的行李箱也够乱的 我行李箱没值钱的 那女的总不会连衣服也偷吧 秦宇笑笑 不过笑容还未结束 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匆匆从床上爬了下来 果然 她的行李箱已经被打开 一些衣服都抛洒在外面 秦宇顾不得这些衣物 伸手翻到行李箱的最里面 这一摸 整个人呆愣住了 巡龙盘不见了 她没想到这小偷连锣盘也拿 小兄弟 是不是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 胖子撇撇嘴 脸上都露出一丝笑意 那农民工模样的男子 什么都没丢 整个室内 要是就他一个人遭贼 那得多不平衡 看见秦宇发呆的模样 就知道对方也丢了比较贵重的东西 这下心里倒有点平衡了 报警吧 巡龙盘对秦宇来说是弥足珍贵 她情愿钱财被偷 也不愿意 巡龙盘没了 当下直接招呼胖子 朝着列车的警务室方向走 你们说的我已经清楚了 不过这小偷为什么只偷你们俩的 不偷这位男子的呢 列车上的警察 来到秦宇几个人休息的卧室 登记了情况 抬头问他 警察同志 我想是因为人家一看我这打扮 就知道我是一个农民工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吧 男子在一旁不好意思的解释道 你丢了五万块现金 你又丢了什么 警察听了男子的话 目光在男子身上打亮了一会儿 才转身问秦宇 我丢了一块锣盘 秦宇的话一出 室内的几人都拿纳闷的目光 看向他一个年轻小伙带一块锣盘出门 真不可思议啊 这块锣盘是民国时期的 算是祖上传下来的 秦宇无奈 只得撒谎解释啊 好了 你们的情况我都记下来了 不过据乘务员所说 那女子在商量站就下车了 我们已经通知了当地的派出所 会根据火车站的录像进行调查的 一有消息再通知你们 城景的话 算是让秦宇的心凉了一半 这其他地方的派出所 又哪会真的用心去抓那女子 就是本地派出所 一般一些偷盗的事情 也就登记在案 要是运气好 哪次抓到小偷 发现赃物 而又登记过案 才会通知报案人去领取 不然的话 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说这女贼也是够有意思的 就投咱们两人的 这位兄弟的包 连翻都不翻一下 难不成还是一个 劫富济平有原则的女贼 城景走后 胖子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一话也让秦宇觉得奇怪 这女贼难不成还真是有原则 指头有钱人的 可要说胖子是有钱人 还说得过去 难道他也长得像有钱人的样子 秦宇瞅了瞅自己身上的衣服 也就一两百一件 和有钱人的档次差得远 我也不知道那小偷 为什么不动我的心理 我也和这位小兄弟一样 睡得死死的 还是老板你叫醒我的呢 农民工模样的男子 瞧见胖子和秦宇怀疑的眼神 开口辩解 算了 人倒霉吧 小兄弟 你这民国的罗盘 也值不了多少钱 哥哥我五万现金都没了 就当花钱看美女了 虽然这价格贵了点 不过那小偷确实漂亮 胖子拍了拍秦宇的肩膀 安慰道 五万 五万连罗盘的一脚都买不起 秦宇撇了一下嘴 不过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那女小偷下了车 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总不能她也下车去追吧 出了这么一出事 谁也没有心情再睡了 还好 那女小偷只是动了她的行李 身上的东西倒是还在 秦宇索性闭目继续研究脑海中的诸葛内经 各位听友 您刚才 第三十三集 相诗分九品 一品一重天 这是秦宇突破到二重相诗境界时 脑海中莫名多出的一篇经文 这一篇经文呢 详细地介绍了相诗的境界 相诗和道士僧佛一样 也是有着等级的 修的都是念力 念力每达到一个瓶颈之后 突破桎梏才能进入下一品 诸葛内经中有很多手段 都需要一定的品级念力才能施展 二品是入门 三品算是灯堂 四品之后才能真正的成为相诗 不过能突破到四品的人 实在是少之又少 一千个人中只能有一个 至于四品之后的五品 六品 那更是凤毛麟角 很多风水师 中其一生也只是在二三品境界中徘徊 过了一个多小时 农民工男子也背着行李下车了 列车到了惠州了 还有一个小时就该到了目的地 广州市了 至于下铺的胖子也没有再说话 躺在床上 不知道在想什么 秦宇刚开始还以为 他在暗自心疼五万块钱 不过 秦宇很快就知道 他想的错了 胖子均匀的呼噜声 从下铺传了上来 哎 怪不得 这么胖 心宽涕盘呢 秦宇摇头 又继续研究诸葛内经去了 小语 这边 拉着行李 出了火车站出站口 秦宇还没来得及给表哥打电话 一道熟悉的声音 就从他前方传了过来 哎 表哥 秦宇抬头看去 原来表哥就在前面 赶忙打了个招呼 一路辛苦了吧 这十几个小时肯定挺累的 走 房间已经给你开好了 就在我们工地外的宾馆 你先去睡一觉 然后中午 我再好好给你接风洗尘 出了火车站 两人上了张华的本田雅阁 张华一边启动车子 一边对秦宇说道 还好 我不是很累 咱们先去工地看看吧 秦宇摇头拒绝了 自从经过龙气洗礼后 他发现 他的精神变得好多了 只要睡上三个时辰 就神龙火虎了 真不需要休息一下 看到秦宇点头 张华也没有再坚持 都是自家兄弟 也不用那么客气 当下开着车朝工地而去 小月 这里就是工地了 那栋楼是一些工友们 平时睡觉休息的地方 不错呀 表哥 这都赶得上小洋楼了 空调啥的都齐全了 秦宇记忆中的工地 还停在几年前 一个大铁棚 里面住着一大堆的工人 那当然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咱们也得跟着享受一下吧 张华锁好车门 带着秦宇朝一间挂着项目 开发经理的房间 走了过去 秦宇紧跟着进去 一盘盆栽摆在正中间地上 两侧是两张办公桌 左侧一张是圆拱桌子 桌子上一张偌大的写着 张华经理的牌子 还是镶着金漆的 不用说 这牌子呀 肯定是表哥的主意 就表哥的性格 就是这么的骚包 秦宇的目光 又转向另一头 右边的办公桌 相对小巧一点 不过上面摆了一桌栏草 桌子上的文件 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摆放在电脑显示器的一侧 这桌子 想必就是那位会计的办公桌吧 不过今天是周日 他没有来上班 表哥 我可是奉了我妈 还有你妈的遗址 来替你爸爸关的 看看这姑娘 秦宇贼笑道 你还好意思说 我电话里只是给你说了这么一事 没一会儿我妈就打电话过来 一直问人家姑娘的事情 是不是你给我妈提的 张华洋装生气 质问道 不怪我呀 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妈就在旁边 咱俩的对话 她听得一清二楚 秦宇黑黑干笑两声 给自己辩解道 小语啊 一会儿李总就来了 对了 没和你说 李总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这整个开发区啊 都是我们公司的项目 两兄弟说闹了一会儿 张华对秦宇说道 能在广州 吃下这么大的开发项目 这李总的能量不小吗 那是 李总可是一位能人呢 在整个广州市 都是排得上号的人物 张华大拇指一叫 流露出一股 鱼有熔烟的神情 滴滴 就在张华介绍 他那位李总的试剂时 一道汽车的喇叭声 从门外传来 张华听到喇叭声 神情一震 说道 应该是李总来了 我出去迎接一下 一起吧 表哥 我也想见见 你口中的能人 到底长什么样 出了门 一辆大气高档的奔驰轿车 停在了秦宇面前 车上下来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 郭自连 刚一下车 目光就扫到秦宇和张华两人身上 视线在张华身上 停的时间不超过一秒 就转到了秦宇的身上 李卫军的眼神很犀利 有种让人不敢对视的感觉 换作获得诸葛内经传承前的秦宇 可能会避过这眼神 不敢对视 不过现在的话 他却能无视这眼神中传来的压力 坦然面对 李董 这位就是我表弟秦宇 张华在一旁给李卫军介绍起秦宇 秦师傅 你好 麻烦你千里迢迢从江西赶来 真是不好意思 李卫军对于秦宇的年纪倒是没什么差异 毕竟之前张华就和他说过 秦宇是他表弟 既然是表弟那年纪肯定要比张华年轻 李总客气了 这也是我表哥的事情 我当然义不容辞 秦宇伸手握住李卫军伸出来的手掌 两人轻晃了几下才松开 秦师傅刚来广州吗 这样咱们先去国兴大酒店 给秦师傅你解封洗尘 不用这么麻烦了 还是先去工地上看看 秦宇摇头 既然都到了工地了 怎么也得先去那栋大厦看看 这 那行 那就先去看看 李卫军的眼神转向张华 后者朝他点了点头 他也就同意了秦宇的话 李卫军这次只带了一个人 四个人直接朝着那栋大厦走去 还没走多远 突然从拐角处蹦出一个小女孩 一个没注意撞到了秦宇的身上 哎呀 小女孩清脆的疼叫声从小嘴里蹦出来 整个人一屁股摔倒在了地上 小妹妹 你没事吧 秦宇健壮 赶忙出手去扶 谢谢哥哥 我没事 小女孩没有去拉秦宇的手 反而双手撑在地上 自己站了起来 等小女孩站起来 秦宇看清了小女孩的样貌 白镜的小脸 两个小辫上扎着绿色的玻璃丝线 乌黑淒亮的眼睛 正好奇地打亮着秦宇一伙人 眼珠在不停地转聊 小女孩很可爱 只是身上的衣服有点破旧 衣服袖口都已经有所脱陷了 想来生活环境不是很好 轻易猜测 可能是附近那位工人的女儿 在工地上玩耍 哦 这是秦婆婆的孙女 俏俏 你身体好了吗 一旁的张华 倒是认识这小女孩 笑眯眯的对着小女孩开口 张华叔叔 翘翘的身体好多了 小女孩明显对张华比较熟悉 小脸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秦婆婆 工地还有老人吗 秦宇疑惑道 秦婆婆是前几个月到这里来的 是一位无亲无故的老人 带着翘翘靠拣拣拭烂维持生计 刚来的时候啊 翘翘好像正在生病 整个脸都是苍白的 不过这一个多月好多了 到现在和正常孩子一样了 一个黑色的阴影从拐角处出现 这是一位老人 穿着一件黑色长袍 整个脸都遮挡在帽子下 让人看不清她的面貌 哥哥再见 张华叔叔再见 秦俏俏听到老人的话 和秦宇打了个招呼 便跑到奶奶身边 搀扶着奶奶朝着拐角处走去 这秦婆婆也是一个怪人 整天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 把自己遮在帽子下 从来不和别人说话 是很奇怪 为何他身上会有一股奇特的气场 秦宇轻声说了一句 眼神盯着秦婆婆背影消失的地方 秦宇你说什么呢 没事 咱们继续走吧 一行人走过几栋大厦 绕过一个圆形水池 秦宇突然停住了脚步 直接伸手一指 前面的一栋大厦 眉头皱起 说道 出事的就是这栋大厦吧 秦宇的话 让一旁的李卫军眼神一亮 要知道前面可是有三栋商业大厦 而且秦宇指的还是中间的这栋 恰恰是出事的那栋 李卫军朝张华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 想问他是否带秦宇来过这栋大厦 或者先前说过大厦的所在位置 张华知道李卫军眼神中的意思 朝他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和表弟说过大厦的位置 表弟是刚刚下的火车 自己不但没和他说过大厦的位置 就连施工图也没给他看过 小语 你是怎么知道中间那栋大厦就是出事的那栋 这煞气都已经溢出大厦了 我在这里都能感觉得到 还能不确定是哪栋大厦 秦宇神情凝重 站在这个位置 离大厦还有百米远 他就感觉到了阴寒的煞气 从那大厦内扩散出来 大城市里出现这么大范围的煞气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秦师傅 那该怎么办呢 一旁的李卫军插话问他 有没有这片开发区的设计图啊 秦宇朝大厦四周巡视 不过没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从这栋大厦附近的一些建筑 没发现什么问题 哦 设计图我办公室就有 我这就去拿 张华听到秦宇的话后 打了个招呼 回头朝先前的办公室跑过去 李总 咱们先过去看看吧 这栋大厦给秦宇的感觉很邪门 尤其是这煞气 隐隐带着一股阴寒的犀利 要不是秦宇经过龙气洗礼 感官变得灵敏 还真难以发现这股犀利 越接近这大厦 秦宇越是感觉到这股犀利的强劲 让他不得不运气念力来抵抗 不过他瞧了一眼李卫军和他的司机 这两人倒是毫无知觉的样子 似乎丝毫不受影响 难道这犀利只对修炼的人有用 秦宇暗存 不然为何李卫军两人丝毫没有感觉 一如往常 诶 这是什么情况 一走进大厦的前门 秦宇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震撼之色 这煞气竟然不见了 秦宇又一脚退回门外 果然那股煞气再次出现了 真是奇怪啊 难道不是这栋大厦的原因 煞气是在大厦外形成的 有了这个想法后的秦宇并没有再进入大厦 反而是在大厦门口仔细搜寻着 秦师傅 怎么不进去了 李卫军瞧见秦宇站在门口不动了 疑惑的问道 这煞气有可能是在大厦外形成的 秦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 这外面 可这外面是一块平地啊 李卫军不解 不过他不是专业人士 对风水一道不了解 也不会去越阻带袍 既然秦宇觉得这煞气可能是在外面形成的 那就在外面找吧 事情由专业人士去搞 自然不会错 他的企业能做到这么大 除了关系深厚 也和他善于放权给专业人士去做 有关系 李总 小语 你们怎么站在这门口啊 就在秦宇仔细扫拾这块空地的时候 张华拿着一卷图纸 跑到了跟前 问道 表哥 你把这一块的设计图给我看看 这块啊 这块是打算做一个圆形花坛的 你看 这两个石墩 下面铺了一道水管 到时候直接连到花坛的中间 用来浇灌花草 张华很快 就从一堆图纸中找出了一张设计图 一边用手在上面指 一边用手解说 说实话呀 对这设计图 秦宇看到还是有点迷糊 毕竟不是搞设计的 要不是张华一旁指点 他还真看不懂 这密密麻麻 画满各种颜色的线 在图纸上都代表着什么 经过表哥张华的解释 秦宇总算是看懂了这设计图 也正是因为看懂了 他才更加的疑惑 从这设计图上来看 这四周的建筑 没有一点问题 不论是布局 还是朝向 都很正常 甚至还有聚气的作用 小语 有没有发现 什么问题 张华在一旁 看着秦宇 皱眉思索了许久 忍不住 出声询问的 暂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里的风挺大的 会不会和风有关呢 我记得小语你上次说过 这风有阴风阳风之分的 张华提醒了一句 这风没有任何问题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广纳八方才气 就是指的那四面八方的风 恶风伤人 但是恶风的形成和环境有关系 对了 环境 秦宇突然想到了什么 双眼一亮 冲张华道 表哥 你把这块开发区的整体设计图找出来 算了 还是回去用电脑搜索一下 这附近一块区域的地图吧 这是整个广州市的鸟看地图 咱们的开发区就在这里 而这张就是咱们开发区的设计效果图 在张华的办公室里 秦宇一伙人围在一台电脑显示器边上 而显示器上的画面正是整个广州的鸟看图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广州四处的山脉 其中一座山脉最引起秦宇的注意 那就是白云山路 广州有龙脉是风水师们都认同的事实 但是有多少条龙脉 其中的主龙脉是哪一条 就众说纷纭了 不过白云山路一直是众多风水师 认可的一座龙脉之一 这开发区的位置还不错 秦宇从图上可以看出 这片开发区正位于白云山路的正下方 白云山路的龙脉入地 正好到达这块区域 算是一块风水浮地了 这块开发区域 是公司的人文环境顾问专家 确定下来的 他们说过 这地方在白云山路的龙脉经过之处 能纳得一点龙气 居住在这里的人 必然能享受到龙气的滋养 人皆地灵啊 李卫军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作为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他的身边也有不少专门负责 地产开发旋址的风水师 确实是这样 这块区域受到白云山路龙脉源源不断的滋养 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 无论是身体还是灵质方面 都要比其他地方的人要略强一点 秦宇点了点头 认可了那些风水师的说法 这块地方要是建成了 房子的价格必然是天价 碰上懂风水的人更是愿意买下来 只是白云山路的龙脉没有遭到破坏 这块地方的房价只会越来越往上涨 第三十四集 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 我们经常会发现 有些地方连续出现过很多的 在某些领域扬名立万的人物 这些人除了自身的努力外 还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必然是一块风水宝地 而且他们死后也都喜欢葬回家乡 除了埋骨回乡的习俗 也是存在了埋在风水好的地方 责应后人的想法 秦师傅 既然你也确定 这是块宝地 那又怎么会出现杀气呢 我再仔细看看 秦宇拿着一支笔 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眼睛盯着显示器上的地图 手不停地滑动 不一会儿 一条高低起伏的线条 出现在纸上 如同股票的涨幅曲线一般 接着 秦宇又在线条的一些节点上 标示出一些文字 或者画上一个个圈 一旁的李卫军和张华 看得莫名其妙 不过他们都没有打扰秦宇 而是选择默默地等待 这里 秦宇的笔尖 在一处曲线的最低点 蒙点了几下 喃喃自语 龙翻身 好好的 怎么会龙翻身呢 真是奇怪 秦宇用手操作鼠标 在地图上的某一点点开 地图上立刻显示 这一点附近区域的建筑 这是一片工业园区 离秦宇现在的工地不是很远 秦师傅 这是附近的工业园 里面有不少的工厂 怎么了 这和咱们这里的煞气有关系吗 李卫军眨巴了下眼睛 问道 有关系 如果我没猜错 问题就是出在这片工业园区 你们过来看 秦宇招呼李卫军和张华上前 指了指白纸上画的曲线 说道 这条就是白云山路的龙脉走向 这龙脉前面都没问题 你们看这个点 这个点是龙脉的最低点 也就是龙脉走势最低的地方 龙有高低起伏 这有低点不是很正常吗 李卫军望了眼秦宇 说出了看法 关于龙脉这东西 他请的风水专家也和他说过 龙脉有高低起伏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错 龙脉是有高低起伏 可一般一条龙脉的起伏都不会太大 龙高势必要低头 龙低势必要翻身 不论是龙抬头还是龙翻身 风水学中来说 都不是好的征兆 风水学中有一种说法 叫做阴龙阳兽 指的是我们活人兽的是 阴龙的龙脉滋养 白云山路这前面一段都是阴龙 只有到了这一处 突然翻身形成阳龙 阳龙阴兽是为死人准备的 这一个好好的活人居住之地 硬是变成了死人埋骨宝穴 不出问题才怪呢 那该怎么办啊 听到秦宇的解释 李卫军变色 要真是这样的话 他这个开发项目就算是毁了 这前期的投资就算全部打了水漂了 谁会愿意到适合死人居住的地方 买房子开商铺啊 先去那工业园区 找到这龙脉翻身的根源再想办法 可惜啊 可惜什么 没什么 秦宇摇了摇头 他是想起了被偷的寻龙盘 要是寻龙盘还在的话 寻着龙脉去找出龙翻身的原因倒会容易得多 那 秦师傅 我们现在就过去吗 嗯 现在就走 秦宇也很好记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龙翻身 要知道一条龙脉形成后 一般阴阳属性是固定的 要想让龙翻身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工业园区离着不远 几人上了李卫军的大奔 才开了十多分钟就到了工业园区的门口 奔驰车没在门口停留 直接行驶了进去 这块工业区占地百姆 是比较早的老工业区 有一些建筑房都年久失修了 还是用的九十年代的那种 带一条条钢筋的木窗 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市内 还有这么一个工业园 秦宇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 似乎是看出了秦宇的疑惑 李卫军开口解释道 秦师傅 这个工业园区是属于日本商人的 因为当时的政府不知道广州未来的发展速度 把这块地卖给了日本商人 这些建筑都是日本商人建筑的 如今虽然比较破旧 但是因为合同还没有到期 关系到国际关系 政府也不好强拆啊 政府啊 强拆永远只是针对内部 秦宇的嘴角露出一抹嘲讽 这个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工业园区 竟然还能在市区存在 原因仅仅是因为对方是外国人 要是换成是中国人的话 早一个大帽子扣下来 强行拆除了 师傅 停一下车 当奔驰车行驶到移动建筑前 秦宇突然开口朝司机喊道 下了车 秦宇仔细观看眼前的这栋建筑 这是一栋有别于常规建造风格的建筑 整体如一柄尖刀 上窄下宽 而且这栋建筑还没有窗户 从一层到顶层全身水泥墙 这栋建筑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这么奇怪 此刻不只是秦宇 就连李卫国张华几人都看出了这栋建筑的诡异之处 有为一般的建筑常识 咱们过去看看 这栋建筑似乎是荒废了很久 两道铁门被一把大锁紧锁着 锁上都已经有一些铁锈 可以肯定很久没有人打开过这道锁 喂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栋门不能随便进 就在秦宇打亮这道铁门的时候 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青年男子走了过去 先是看了眼这辆大奔 又看了一眼李卫军 声音放低了一些 这是工业园区 你们是哪家公司的 难道不知道这道房子是不能接近的吗 不能接近 秦宇顺着保安的手指处看去 发现一块木牌树立在一旁的路边 上面写着公司种地 生人物尽 这是间公司 骗谁呢 谁会在这样的房子里上班呢 再说要有公司 这铁门上的锁又怎么会生锈呢 张华在一旁撇撇嘴 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是间荒废了的厂房 他们走近看看能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人家日本商人的规定 这间厂房不让闲人靠近 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保安的态度还挺好 没有动手驱赶 秦宇估计应该和李卫军身上的气势有关 那一身高档的吸服就足以表明 他的身份不简单 加上那辆豪华的大奔车停在边上 足以说明他的成功人士的身份 保安大哥 这间房子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以前是什么公司啊 怎么会建造的这么奇怪 秦宇给张华使了一个眼神 后者领会 从口袋里掏出烟 递给了保安一只 几位老板 我说你们打听这个干嘛 我也是来这里才一年多而已 我来的时候这房子已经在了 而且里面也没人 荒废很久了 至于为什么要造的这么奇怪 谁知道小鬼子心里怎么想的 青年保安笑着接过了烟 夹在耳朵上 倒是把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言语中对于他的老板日本商人 也没多少尊敬 然后又好像想起了什么 冲着秦宇等人说道 不过守门的顾老头应该清楚 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里的保安 现在老了就改做门位了 想来他应该知道 这栋房子以前是干嘛用的 就是在前面那门口的那个保安吗 好像不老啊 挺年轻的 先前开车进来的时候 秦宇注意了一下 门位市里的人 也是一个年轻的小伙 那是前门 顾老头守的是后门 就往这条路一直开 然后到前面的一个转角 往左转 再一直开 到最后的一个路口向右转 就可以看到后门了 谢谢保安大哥 李总 我们去后门 一伙人又继续上了车 车上张华忍不住问他 小语 你看出什么了 龙翻身和这栋房子有关 嗯 有很大的可能 秦宇点点头 又开口朝李卫军说的 李总 能查到这家工业园区 那个日本开发商的资料吗 应该呢 李卫军自信的答道 也没有问秦宇 为什么要调查这日本开发商 直接拿起手机 拨了个电话出去 电话里和谁交代了几句 就挂掉了 小语 这 这又和开发商有什么关系啊 表哥 应该知道龙脉的作用吧 秦宇没有回答 反而反问了一句 当然知道啊 就这广州市 我就听人家说 有好几条龙脉相会 才造就了广州 人节地灵的繁华都市啊 不错 龙脉往大的方向说 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 往小的方向说 养育着一方土地上的人 可以说一条龙脉的存在 对于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 至关重要 龙脉出了事 遭到破坏 那么受害的就是龙脉附近的人 再有 那日本商人建造一栋这么古怪的厂房干嘛 未知又恰好是在龙脉之上 这么多的巧合 要说没有毛腻 还真难让人相信啊 秦师傅 你的意思是说 日本人有意破坏广州市的龙脉 李卫军变得正色起来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这龙脉要说遭到破坏 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些本地人 当下神情变得难看起来 啊 咱们先去问问那位门卫 再确定是不是对方有意为之的 而且要破坏龙脉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方应该还有暗中的手段 我们没有发现 几人不再说话 没一会儿 车子就行驶到了后门 果然有一个老头坐在门边 惬意的听着收音机 大爷 你好 你姓顾是吧 我是姓顾 你们是 顾老头的普通话 夹杂着明显的粤语 还好 秦语小时候受港片的熏陶 对于粤语 一些常用的词也听得懂 啊 我们是来找你打听点事 就这工业园区 那栋尖刀一样的房子 大爷 你有印象吧 秦语朝大爷的耳朵凑近了点 大声说道 啊 你说的是那栋刀楼啊 这栋楼是我当初刚来的时候 在这里当保安 他们开始建造的 大爷的回话 让秦语一伙人眼睛一亮 把这楼叫做刀楼 也挺贴切的 当下秦语继续对大爷说 大爷 您能给我们详细说说这刀楼的事情吗 后门啊 人比较少 也没有什么车辆路过 顾大爷倒是空闲 几人进了他的门卫室 门卫室有两间房 那里是一间卧室 外面一间 也只是摆了一张桌子 不过倒是有不少椅子 亲与私人也都能各自坐下 哎呀 说到那刀楼啊 我的印象还真是深啊 顾大爷明显 也是很久没和人唠嗑了 嘴夹子一打开 如竹筒倒豆子一般 把他知道的关于刀楼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工业园区是八四年建成的 顾大爷当年就在这里当保安 那时候还没有刀楼 刀楼是后来在零三年的时候另外动工的 说到刀楼的动工啊 顾大爷一直有一个疑问 建筑这刀楼的时候 附近一块区域都全部用铁丝网给围了起来 里面的工人从来不出来 吃睡都在里面搭的帐篷内 而且一般的楼房都是先建好楼 再进行内部装修的 可这刀楼盖到一层的时候就不动了 倒不是工人们不干活了 每天顾大爷还是能看到一群工人在刀楼内进进出出 甚至还有斗车推着一车车的土出来 这土啊足足堆的有三层楼高 说到这顾大爷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经济的神色 深密兮兮的说 你们一定不知道 建这刀楼还发生过恐怖的事情呢 我记得那天晚上十二点左右 我正巡逻完整个工业区 回到宿舍打算睡觉 突然感到一片光亮从窗外传来 紧接着就是一道惊雷在窗外炸响 这声音啊 就好像雷就在窗外 朕的耳朵都感觉龙啊 顾大爷赶忙推开窗户 结果就发现 那栋建了刀楼唯一的一层顶端 冒着屡屡黑烟 接着就是一群人从楼里冲出来 从树立在外面的强光路灯下 他清楚的看到 那些人中间抬着几个人 抬进了车里 呼啸而去 莫不是贝雷劈到了 顾大爷心里纳闷 不过也没有怎么在意 这贝雷劈的情况虽然少 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能说这群人运气不好 只是这种怪事连续发生了三天 而且这雷也奇怪 只有一道 也没有下雨什么的 就这么凭空出现 顾大爷和他的同事们都觉得这事情有点不正常 每一次惊雷过后 都有人被人从楼里给抬出来 有一次 顾大爷偷偷的在铁网外看 才知道 这群工人竟然都是日本人 因为他们把人从楼里抬出来 嘴里嚷嚷的都是日语 日本人 这不对啊 要在广州找到这么多的日本工人 根本不可能 但是如果是从日本找过来的话 这成本也太高了 顾大爷的话 让张华听出了不对劲的地方 不只是张华 其他几人也有这种感觉 这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保密 就连工人都是从他们本国带来 除非是有什么不愿被外人知道的秘密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都想到了秦宇的那个猜想 神情都变得凝重起来 那后来呢 后来就又恢复平静和正常了 很快啊 刀楼盖上去了 那些日本工人也走了 又过了几天 几辆货车 拉了一堆货 放进了这刀楼 然后啊 这楼就锁上了 这么多年 好像就没再打开过了 听完顾大爷的话 李卫军和张华 都把眼光投向秦宇 到底问题是不是出在这栋房子上 还需要塌下定论 秦宇给了几人一个回去再谈的眼神 众人和顾大爷告辞 相继上了车 使出了工业园区 小宇 现在这里没外人 你可以说一下 这龙翻身 到底是不是日本人搞的鬼 上了车 张华就憋不住 开口问了 嗯 我可以肯定 是日本人搞的鬼 刚才顾大爷说的三道惊雷 在我们一行中 有另外一种说法 龙翻身 三雷炸 龙脉乃天地山川孕育行程 一旦定型 强行改变的话 就会遭到天地的反噬 降下雷伐 秦宇还有一句话没说 那就是 三雷将急凶转 龙脉变凶脉 这时间越久 影响越大 到最后 就会完完全全地 变成一条羊龙 扬来因寿 生人居住的羊龙处 只会带来疾病和厄运 那我们怎么办 李卫军的脸上也变了色 这件事情 对他的影响最大 不管是于公于私 从私人的方面来说 这直接会影响到他房地产的销售 于公 他也是广州市人 这种毁龙脉的事情 受到最大冲击的也是他们本地人 所以对于这件事 他非常的上心 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那栋房子 找到日本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 让龙脉翻身 然后再想办法补救 哦 李卫军点了点头 刚要再说话 手机铃声响起 看了眼号码 直接接通了 查到了 行 你说 我听着 李卫军对着手机说道 随着手机对面的人 声音不断传来 李卫军的眉头逐渐皱击 到最后 梅雨皱成了一个穿子 好了 我清楚了 各位听友 第三十五集 挂掉了电话 李卫军的脸色难看起来 对清约说道 这个日本商人不简单啊 叫做三锦普人 是日本朱祁社的社长 属于最早一批 来中国投资的外商 和市里很多官员 都有关系啊 朱祁社 秦宇念叨了一遍 总觉得这个名字 有些熟悉 似乎在某个地方听过 只是一时回忆不起来 啊 当初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为了吸引外商 国家对外商 给予了很优惠的政策 这三锦普人 就是那个时候 到广州来投资的 那时候 当官的只要能拉到外商投资 就算是不小的政绩 三锦普人 就靠着这个 开始在市里 经营起一片关系 到现在 可以说 广州市 很多从下面 一步步爬上来的官员 都和他有瓜葛 李卫军 给秦宇和张华 讲了一下 有关三锦普人的资料 如果是这样的话 想要进入刀楼 就有点困难了 秦宇也眉头皱姐 如果是一般的商人 想来凭李卫军的关系 应该可以摆平 可涉及到外商的话 又和市里的官员 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恐怕李卫军 也该觉得棘手 李卫军和秦宇 同时陷入沉默 张华在一旁 看两人不说话 也不好开口 车内一下子 变得沉静下来 良久 李卫军突然开口 秦师傅 你能百分百的确定 那刀楼里面有毛腻吗 嗯 那行 这件事就交给我 秦师傅 你就先在广州待几天 等我的消息 李卫军的语气坚定 似乎下了某个决定 小月 你来了 再次走进表哥张华的办公室 已经是两天后的事情了 自从李卫军说他想办法解决后 已经过去两天了 都没有消息传来 秦宇这两天就住在工地最近的一个五星级宾馆 倒不是秦宇奢侈 这房间呢 是李卫军安排好的 要依照秦宇自己 还情愿就住离工地近点的小宾馆 就可以了 秦宇的目光 在办公室内扫了一眼 发现除了表哥 还有一个女生 坐在办公桌前 正对着一本账本 在键盘上 输入数字 这女生应该就是表哥请来的会计吧 秦宇想起昨天舅妈电话里的再三嘱咐 要她帮忙看一下人家女生 要是觉得不错 就叫表哥带回家 小宇 这位是童敏 看到秦宇的目光 一直在女生的身上 张华只得给她介绍 童敏本来正在录数据 听到张华的声音 抬起头来 冲着秦宇一笑 你就是秦宇吧 经常听张总提起 就养大名了 不错 长相看起来挺贤惠的 也挺漂亮的 表哥的眼光 还挺会挑的 秦宇不着痕迹地 打量了一下对方 笑道 什么呀 我表哥嘴里 可不会说我的好话 倒是童小姐 我可经常听我表哥电话里 跟我提起你 说你啊 人漂亮又能干 谁要是能娶了你 可是天大的福气啊 既然觉得童敏人不错 秦宇自然 要帮表哥一把 听到她的话后 童敏的眼角 轻微地扫了一下 一旁的张华 脸色微红 秦宇看到后 心里一喜 看来这同民 对表哥 也是有那么一点好感的 这样就好 只要表哥加把劲 还是有机会 抱得美人归的 啊 我去外面工地逛逛 秦宇留下满脸傻笑的表哥 还有脸上 还有脸上还挂着修红的同民 一个人出了办公室 朝工地里走去 工地即将完工 很多建筑都已经造好 只剩下一些内部的装修 不过秦宇倒是看见很多建筑的阳台上都挂满了衣服和床备之类的东西 这是因为一些工人居住在里面 这些衣物自然也都是他们拿出来晒的 臭俏俏 没人要 跟着乞丐捡破烂 我不是乞丐 而且我也不臭 就在秦宇前方 一群小孩正围着一个小女孩唱着顺口溜 嘲笑她 女孩怯弱地反驳着 只可惜反而引来小孩们的更大的嘲笑 好了 咱们走 不要和没人要的臭乞丐玩 一个明显是孩子亡的男孩手一挥 一群孩子们瞬间跑开 只留下小女孩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俏俏 还记得哥哥不 看到小女孩瘦弱的身子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 秦宇不禁生出一股怜爱之情 上去走到小女孩身边 招呼她 是哥哥呀 我记得你 你和张华叔叔一起的 看到秦宇的出现 秦俏俏 纯真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仰着头回答 俏俏的眼睛很纯净 她还记得这个大哥哥 粉雕的小脸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俏俏 哥哥带你去游乐园玩怎么样啊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俏俏 秦宇的内心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见到亲人一般 让她萌生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 谢谢哥哥 奶奶不让我和别人走的 俏俏听完秦宇的话 纯净的眼光鲜是一亮 不过旋即又想起了奶奶的嘱咐 又黯淡了下来 那哥哥就在这里陪你玩 咱们玩找东西好不好呀 秦宇指了指前面的一堆沙子 小时候和镇上的一群孩子经常玩这种游戏 把一件东西埋进沙子里 然后由一个人去找 有时候埋得深了 往往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 不得已的情况下 一群小孩子就把沙堆给刨得一地都是沙子 经常惹得沙堆的主人大喊大骂 翘翘 你把这块石头埋进这沙子里面 看看哥哥能不能把它找出来 随手在地上 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秦宇把它放在了翘翘粉嘟嘟的小手上 然后转过身去 吩咐翘翘要是买好了就喊他回头 哥哥我藏好了 翘翘翠翠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一双纯净透明的眼睛紧张兮兮的盯着秦宇 翘翘翘 翘翘藏好了 那哥哥来找了 秦宇回头就发现 虽然翘翘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不过呀 还是会经常的扫一下沙堆上的一个地方 秦宇玩耳啊 小姑娘的眼珠子出卖了他 不过秦宇也没有直接走到这个方位 而是装模作样的在沙堆上的其他地方挖了几下 嘴里还大声说 是不是这里啊 肯定就是藏在这了 哥哥你好笨啊 翘翘清脆的声音中带着银铃般的笑 工地上的小孩都不愿意陪他玩 而在工地前的日子 他更是因为生病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 现在秦宇愿意和他一起玩 小女孩的心里高兴极了 看到翘翘脸上的灿烂笑容 秦宇故意摸了摸鼻尖 装作懊恼的样子 一指翘翘先前眼睛扫射的那一块区域 说道 哈哈翘翘藏得真好 要是哥哥这最后一次还找不到 哥哥就认输 看到秦宇朝那块沙堆刨去 翘翘的脸上露出了紧张的神情 一双眼睛滴溜溜的转 这表情暴露在秦宇的眼中 更是让他觉得眼前的小女孩真的很可爱 秦宇双手故意在沙堆中翻跑 但就是离翘翘眼中盯着的地方有一点距离 看着小丫头脸上紧张的表情 他停止了动作 摇头对秦翘翘说 哎 翘翘 哥哥认输了 你告诉哥哥 把那石头藏在哪了吧 哥哥 你真笨 翘翘小嘴一嘟 走到秦宇先前挖过的地方 挽起袖子 伸手往里面逃 不一会儿 手里就拿着一个石头出来 在秦宇面前晃了晃 翘翘真棒 哎 秦宇伸手在小丫头的头上摸了下 夸赞道 可突然却一把抓住小丫头的手 神情震惊 先前没注意 小丫头挽起袖子 露出细嫩的手臂 秦宇才发现 她的手臂上内侧闻着一幅图案 那是七颗红星 排列组成一个三角形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射出妖异的光芒 哥哥 你弄疼我了 小丫头脆弱的声音响起 秦宇这才从震惊的神态中 回过神来 赶忙松开手 果然 小丫头的手臂上出现了一道红印 正是她刚刚抓住小丫头手臂的地方 不好意思啊 哥哥弄疼你了 俏俏能告诉哥哥 你手上的这个图案是怎么来的吗 秦宇的目光炯炯的盯着俏俏 内心仍然是波涛汹涌 不能平复 就等着俏俏告诉她 你说这七颗星星啊 这是 俏俏 不是和你说了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吗 还不过来 就在俏俏刚要回答 一道冷漠沧桑的声音传来 一个勾搂着身躯 戴着帽子 把整张脸遮盖在帽子下的人 出现在不远处 奶奶 这突然出现的人 就是秦婆婆 她的眼睛注视着秦宇 秦宇就感觉 好像陷入了十二月的寒冬 这是一双 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睛 眼白 占据了整个眼眶的三分之二 浑浊的眼珠 似乎没有焦距 但是秦宇 却有一种被盯得死死的直觉 翘翘听到秦婆婆的声音 顾不得回答秦宇的话了 跑到了奶奶的身边 奶奶虽然对她很好 很疼爱她 但是奶奶也最讨厌 她接触陌生的人 咱们走 秦婆婆牵着翘翘的手 正好握在了那 三角七星的位置上 挡住了秦宇探视的目光 翘翘回头 给了秦宇一个甜甜的笑 就跟着奶奶走了 七星疯魂脉 这 这怎么会出现在翘翘身上 秦宇仍然站在原地 口中喃喃自语 眉头紧紧皱起 怎么也想不通 这湘西一脉的七星疯魂 麦奇术 怎么会出现在活人身上 提起湘西啊 众人第一印象 就会想到湘西的感识 湘西一脉 多与死人打交道 古代人讲究入土为安 渴死他乡的游子 也都希望能落叶归根 因此啊 也就有着一些玄学门派 专门承接起感尸的活 人死魂飞 感尸不只是感送尸体 最重要的是保住死者的魂 能让死者的魂 跟着尸体回归家乡 只有这样才算是完成了任务 而感尸一脉就有一门奇术 叫七星疯魂脉 被施展了这种奇术的尸体 手脉处会出现七颗红艳的七星 组成三角图案 这是感尸一门独有的一种手法 人有三魂七魄 这三角暗指三魂 七星寓意七魄 七星三角在 三魂七魄才不能散去 见到这七星疯魂脉啊 倒不是让秦宇最惊诧的地方 最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是这奇术竟然出现在一个活人的身上 出现在一个才十一二岁的小丫头身上 一个活人本来就是有三魂七魄的 还用得着用这七星疯魂脉吗 这个秦婆婆不简单啊 秦宇眯着眼睛 看着一老一少消失的背影 眼睛闪过 莫名的色彩 愣柔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群孩子们的学习用具 总算是搞定了 在一块碧蓝的草地上 一群小孩子正在草地上 嬉闹追逐 而离这群孩子不远的草地边上 一个老妇人正握住一位妙龄女子的手 诚恳地说道 院长 瞧您说的 我当初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可以说这孤儿院就是我的家 现在我长大了 自然要回馈咱们孤儿院了 冷柔轻撩了一下 飘到眼边的刘海 露出一张妩媚的俏脸 要是秦宇此刻在这里 就会认出来 这女子正是在火车上的那位女子 哎呀 冷柔啊 你每个月给孤儿院这么多钱 你自己生活上够用吗 现在赚钱可不容易啊 院长的脸上流出担忧的神情 冷柔这孩子是她从小带大的 也就勉强读过初中 现在的社会 一个初中生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想到冷柔每个月几万地给院里寄钱 她就怕这孩子走上歪路 院长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我找了个男朋友 他是开公司的 这些钱都是他给我的零花钱 哎 两年前 你就说你有个男朋友了 那为什么不带来给我看看呢 冷柔啊 院长没本事 不能管理好孤儿院 院长心有愧疚啊 只是我希望 你能快快乐乐地生活 孤儿院不能成为你的负担 一定要走上正路 要自爱 这样才不枉咱孤儿院对你的培养啊 院长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对现在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 还是有所耳闻的 想到很多年纪轻轻的女孩 为了钱去给人家做小三 当情人 再瞧瞧冷柔的漂亮脸蛋 这脸色有点难看起来 院长 我男朋友和我年纪差不多的 不然 我下次再来院里的时候 就把他带来好不好 让院长帮我把把关 哎 这样好 到时候 我亲自下厨招待你俩 院长听到冷柔这句话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要去哪儿 找个男朋友带给院长看呢 离开了孤儿院 冷柔好看的眉头照起 在社会上闯荡这么些年 有钱的男人 他碰到不少 大部分都是想包养他的 只是瞧见这些肥尔诸度的男人 他就感到一阵反胃 手上要有枪 他恨不得全部射死他们 离开孤儿院的他 在社会上干过很多份工作 可惜每一份都干得不长 不是有上司想要钱规则他 就是遭到女同事们的排斥 谁叫他文化程度不高 却有着一张祸国殃民的脸 和诱人犯罪的身材呢 想到几天前 火车站那几个男人的表情 冷柔的双眸上扬 这些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被他偷走了钱财 那也是活该 工作不稳定 但是孤儿院的孩子 又需要钱来维持生活 冷柔迫不得已 成为了一位女贼 不过他只对那些有钱人下手 这就是为什么 在火车上 那位农民工男子的东西 没有丢 甚至连被人翻查的痕迹 都没有 至于秦宇 只能说是受了那胖子的拖累 冷柔看到两人 先前鬼鬼祟祟的说话 那胖子目光 还时不时的往他这边看 让他心生厌恶 连带着 也光顾了秦宇的行李包 胖子的那五万块钱 他全部捐给了孤儿院 现在胯包里 只有一个残破的罗盘 想到这罗盘 冷柔就觉得好笑 这看起来大学生模样的家伙 行李包内竟然放一个罗盘 难不成 这个年纪轻轻的家伙 还是一位风水师不成 这罗盘看起来 像是一件老物件 倒不如 拿给卖风水道具的人看看 能值多少钱 第三十六集 南方人多信佛 作为南方大城市之一的广州 卖这些风水道具的店铺 街道并不少 离冷柔不远处就有一条街 算是整个广州市 比较有名的一条风水街 就在冷柔走进风水街不久 几辆清一色的黑色豪华跑车停在了风水街的进口 车上下来了几位青年男女 其中有几位青年脚步扶须 一手搂着妙龄少女 因为纵欲过度的脸 满是憔悴 莫少 这条风水街算是市里比较有名的 曾经就有人在这里逃到过法器 当时可是轰动一时啊 五个青年中 走在前面的两位倒是没有带着女人 刚说话的正是其中的一位 莫永兴看了眼前面的街面 人群涌动 熙熙攘攘的倒也热闹 不禁皱眉问他 你确定这是风水街 不是某个高屋街 怎么这么多人 莫少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在我们这一带 风水本就很盛行 风水师的数量 可以说是全国最多的 而且去年有人在这里 逃到风水法器的事情被传出去 这里可是彻底火了 每天都会有无数的人到这里 来逃弄物件 希望能买到一件法器 这又不是古玩市场 去哪逃啊 这个莫少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莫永兴盯着青年看了一会儿 又回头看了下那三个在和女的打情骂俏的青年 说道 那行 咱们两个进去 喂 你们就在外面等吧 哎 莫少 可不再这样呢 就是啊 这大清早的 我们陪你来 你就把我们给甩了 三个男子纷纷开口 莫永兴一瞪眼 说道 我是去逛风水街 你们看有多少人逛风水街 还带着女人的 更别说搂搂抱抱的了 如果没有之前的铜跋山之行啊 可能莫永兴不会在意这些 不过在见识到秦宇的一些神奇本领之后 她的思想改变了很多 很多东西没有碰到 不代表就不存在 她这次啊 是去风水街看看能不能逃到法器的 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的 身后跟着几对打情骂俏的男女 称什么样子 这风水街到处都是人 又没有什么好玩的 你们就在车里就是了 和莫永兴一起的男子 也出口劝道 除了莫永兴 他们几人呢 都是市里高官子弟 来到这风水街 也只是为了陪莫永兴而已 墨家的家事 值得他们巴结 这和莫永兴一样 没有带女人的男子 叫李斌 是市局局长的儿子 莫永兴不让另外三人跟着进去 他的心里啊 窃喜 这样的话 给了他一个人接近莫永兴的机会 要是能拉上墨家这条线 对于自家来说 可算是攀上高枝了 三位青年虽然不愿意 可也不敢违背莫永兴的话 不过转念一想 这风水街人满为患 就他们的身躯 也经不起几次挤压 倒还真不如留在车里和女的调情呢 莫永兴和李斌两人走进了风水街 莫永兴才明白 李斌先前为什么要他自己看 好家伙 这简直就是一个古玩市场啊 两边的街道上摆满了摊位 一些小贩 就地铺开一张布 上面摆的东西是千奇百怪 无所不由 莫永兴就看到 有一家地摊上摆放着一些夜壶 古迹斑斓的 店家也是扯着嗓子喊 杨舅平先是祖传夜壶 摆邪不清 一等法器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了 莫永兴走到摊位前 看了看这夜壶 从外表上来看 这夜壶 卖相真不错 上面还刻着一些俘虏 有点类似港台抓鬼电影中的那种坛子 老板 这可是杨舅平先师生前用过的夜壶啊 经过法力加持的 买一个放回家 摆些不清啊 万煞对壁 还有聚财的作用 摊主看到莫永兴走过来 更加殷勤的介绍起来 杨舅平的大名啊 莫永兴还是听过的 南派风水堪与祖师 行鸾派干派祖师 一生留有许多著作 广受后世风水师的推崇 你这是杨舅平用过的夜壶 莫永兴胡疑道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我们从阳宫村收来的 你看看这上面的俘虏 这都是历代风水大师划上去的 这还能有假 摊主又瞧了一眼 莫永兴和李冰两人 压低声音 小声说道 去年这里被人买去一件法器的事情 你们听说过吧 我告诉你们啊 那人就是从我摊上买走的 摊主的话 让莫永兴眼睛一亮 如果法器真是从摊主这里被人买走的 那么这个夜壶也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其实最让莫永兴幸福的 是这夜壶上面的一些俘虏 他见过秦宇画的俘虏 和这些没有多大的区别 你这夜壶多少钱呢 莫永兴索性开口问家 八万块 男子手掌一摊 摆了一个八出来 八万 一个破夜壶 你要卖八万 一旁的李冰叫道 这位老板 这可不是普通的夜壶 这可是杨旧平先师用过的 可是一件法器 去年从我摊上买到法器的那位 转手五十万卖给了巨法斋啊 既然法器这么值钱 那你怎么自己不卖给巨法斋啊 莫永兴可是见过秦宇的巡龙盘的 在他眼中那巡龙盘别说是五十万 就是五百万都不一定买得到 因此他原本以为法器的价格 起码都是几百万以上的 没想到这老板只值个五十万 这不 咱这法器样子不怎么哑观吗 这不过论作用 可丝毫不比其他法器的差呀 摊主的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不过玄机又解释了一句 莫永兴一听 也觉得有道理 这夜壶确实从外观上 和寓意上来讲不怎么好 当下对老板说 好八万块我要了 你这收现金还是支票 老板我哪认识什么支票 我这只收现金 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取款机 我带你们去吧 男子看到莫永兴掏钱包 眼睛闪过一道得逞的光芒 笑嘻嘻地回答 你就这么跟我们走 不怕摊上的东西被别人拿走啊 没事的老板 我叫边上摊位的帮我注意一下就是了 摊主脸上笑着 心里却在付费啊 我这摊位都是从陶瓷场拉来的普通陶瓷 谁会去拿呀 也就骗骗你们这些外人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客户端 在摊主的眼中啊 这莫永兴就是头肥羊 竟然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自从去年传出被人从地摊上逃到真正的法器后 这里地摊的生意可就火了 人流涨了好几倍 有的人是为了掏到法器自己用 而有的人呢 纯粹是想撞大运 掏到法器转手卖掉 可这世上哪来的这么多的法器呢 这些摊主也就弄些假物件来忽悠人 起初一段时间还好 有些小白什么都不懂 经常会花冤枉钱买个假货回去 不过价钱也就几千块而已 时间久了 上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像莫永兴这样 只看了几眼就花个八万块的大肥羊 可是少见的 摊主心里都想好了 卖掉这个夜壶就收摊 有这么一笔钱 可以休息很久了 老板 给您放在盒里 包装好了 您拿好了啊 接过莫永兴的八万块钱 摊主的脸上都笑开了花 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一个精致的礼盒 刚好能把那夜壶给装进去 夜壶自然有礼兵给拿着 莫永兴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选择接着往里逛 老板 这罗盘才三百块 你也太黑了吧 姑娘 你这罗盘是普通的木料 又缺了一脚 根本就没有使用价值了 要不是它算是一个民国的物件 就是一百块 就是一百块我都不收 冷柔狭长的眉目皱起 这罗盘的卖相确实不怎么样 他刚才也问了几家店 出价都是一两百的 有的压根就不收 这家店的老板出价三百 也算是高的了 老板 再加一点 五百块怎么样 五百的话就卖你了 思考了一会儿 冷柔开口说道 三百块 这是最高价了 老板摇摇头 一口咬定了这个价 什么三百块 前老板又收到什么好物件了 就在冷柔打算开口答应的时候 门口又走近了几个人 不过这几个人明显分成两批 一边是两位中年人 一边是两位青年 哎哟 庞师傅 纪师傅 你们可是好久没来小店了 本店最近可是有不少好物件 要不拿来给你们挑挑 前老板对这两位中年男子 显然很熟悉 热情的赢了上去 对于那两位青年男子 就没顾的上去招呼了 啊 我和纪师傅 正是来你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的 南方同仁的交流会即将要开始了 我们可不想垫底啊 中年男子哈哈一笑 接过了老板的话 那姑娘手中拿的是块螺盘吧 怎么 是要卖给前老板吗 给我看看如何呀 纪全的话 让近来的几人都把目光望向了冷柔 另外一边的两位青年男子看到冷柔 双眼都冒光 这么靓丽的女孩可是不多见了 这两位年轻的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莫永兴和李斌 李斌是被冷柔的样貌给吸引住了 而莫永兴虽然也感慨对方的漂亮 不过让他双眼放精光的 是冷柔手里的这块螺盘 看吧 从他们的话中啊 冷柔知道 这两位中年男子应该是风水师了 倒也大方的把螺盘递给了对方 唉 这螺盘的客工不错呀 可惜破了一角 不然也算是一块难得的好螺盘了 老庞 你看看 祭拳接过螺盘 仔细端倪了一会儿 得出了结论 并且把螺盘递给了身边的男子 不错 确实是一块好螺盘 这客工应该是出自某位大家之手 用料也很正啊 要是没有残缺 怎么也得值个几万 两位师傅 天老板刚说了 这螺盘的材料很普通啊 而且我也看了 只是普通的山木啊 冷柔在一旁不解的问道 老钱呐 你又在忽悠人家姑娘了 姬全先是看了眼前老板 才解释说 罗盘是风水师用来定位 确定方向的工具 一块好的罗盘 讲究三个方面 客工 用料 磁场 客工自然不用说 罗盘定位 是要丰毫不差的 差一丝 就会造成巨大的差距 至于用料 很多人觉得 越是名贵的木料 制作出来的罗盘 效果越好 其实啊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越是名贵的树木 它本身的磁性越大 往往会影响到 罗盘的指针转动 造成指针的不稳 至于第三点 磁场 确实和罗盘的整体有关 这好的罗盘 必须要圆润 这种圆润 不是用机器切割出来的 而是经过长期的使用 把它本身的一些棱角 给摸平了 形成一种 太极磁场 祭拳的话 让冷柔恍然大悟 感情这块罗盘的材料 还是好的 当下 把目光看向钱老板 姑娘 我也不算忽悠你 纪师傅说的话 虽然没错 但是你这罗盘 毕竟残缺了一角 失去了使用价值 这没有使用价值的罗盘 要是名贵的材料 还能有个收藏价值 至于你这块 我也就是看这客工不错 才愿意收 钱老板这话没错 这罗盘一旦残缺 也就无用了 确实也就不值钱了 祭拳也点点头 认可了老板的话 一旁的莫永兴 没有说话 只是双眸不时闪过光彩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直到冷柔 答应三百块 把罗盘卖给老板的时候 才开口 这位小姐 这块罗盘 我出一千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卖给我呀 莫永兴的突然开口 让在场的人都把目光看向了他 尤其是他身旁的李冰 先是露出迷惑的表情 不过玄机就好像明白了什么 嘴里尼喃 莫少好手段 假装买罗盘接近人家 到时候再想办法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你要买这块罗盘 听到莫永兴的开架 冷柔先是一喜 不过玄机脸色又沉了下来 他想的和李冰想到一块去了 对方莫不是打着他人的主意吧 对于这些花花公子 冷柔可没少碰到 以前当促销员的时候 就经常有些花花公子 假装买东西来套进口 对于这类人 冷柔一直是没有什么好脸色的 而且经常是让他们赔了夫人 又折兵 这位小兄弟是 前老板眯起眼睛 说实话呀 这块罗盘三百收进来 他转手应该能卖个五百来块 也能赚个两百 这年轻人突然喊个一千 让他捉摸不透 我就是一顾客 来这儿呢 就是为了买东西的 我看这罗盘不错 打算买个回去玩玩 莫永兴摆出衣服 我就是钱多的骚包模样 配合上他的顽固气势 众人倒觉得 他不是冲着罗盘而去 而是冲着罗盘的主人去的 我不卖了 冷柔嘴角上翘 露出一丝冷笑 对付这些花花公子 他有的是办法 五千 莫永兴连考虑都没考虑 继续开口 嘴角带着邪笑盯着冷柔 仿佛是在炫耀 我就是钱多 一万 莫永兴的眼眸闪着光芒 众人都以为 他是为了在这美女面前炫耀 却没有人知道 他心里真正的想法 冷柔是很漂亮 这一点他不否认 只是身为末家少爷 虽然他对美女 也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但是在某些事情上 孰情孰众 还是分得清的 眼前的情况 就是那罗盘比美女重要 这块罗盘 他刚刚仔细观察了 已经确定是秦宇的那块 寻龙盘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秦宇的寻龙盘 会出现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但是这一些都不是重点 那女人要卖 他就买一下 花了钱买的 到时候就是秦宇知道了 寻龙盘在他手里 也无话可说 这就是大家族出来的子弟 虽然纨酷 但是在大事上 从来不会含糊 有些人往往以为 他们头脑简单 那只是因为 那些事情 还没有达到 能让他们认真的地步 还真是一个 有钱的凯子 冷柔没想到 就在他一愣神的时候 对方直接将价格 又翻了一倍 不过莫永兴这样的行为 也更让他坚定了 对方是个花花公子 是冲着他人来的看法 除了冷柔 一旁的前老板和两位风水师 也看得目瞪口呆 一万块钱 他们不是没见过 尤其是两位风水师 有时候一趟活下来 收入都不止这个数 只是这赶着给人家送钱的凯子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各位听友 第三十七集 只有李斌在一旁 无所谓的看着莫永兴出嫁 相对莫家来说 一万块那就是九牛一毛 这莫少花八万块买个夜壶 眼睛都不眨一下 更别说是对美人献殷勤了 在他的眼中 可是觉得美人比那夜壶值钱多了 美人能抱着睡觉 夜壶难不成还能抱上床一起睡觉 前老板开始 还因为被莫永兴横插一脚 搞得有点郁闷 不过现在就纯粹在一边看戏的心态了 反正这罗盘他三百收上来 也只是赚个一两百 一两百对他这个店来说 也就一天营业额的零头 倒是这纹固子弟当猪大头的场景 可是不常见 一万块 我要现金 冷柔开口 这个价他觉得差不多了 等他拿到钱了就走 至于这花钱的铠子 就和他没半毛钱关系了 唉 冷柔着一开口 倒是让李冰轻叹一口气 这美女怎么不再等一会儿 一万块哪里能体现出莫少的有钱呢 起码也得等等莫少 喊个七万八万的吧 怎么也不能低于那夜狐啊 给了钱 莫永兴接过巡龙盘 小咪咪的朝冷柔问了一句 美女 你和秦宇什么关系啊 我不认识什么秦宇 冷柔一争 随即就以为这是莫永兴 想和他扯上关系 故意说的话 周梅回了一句 不管有没有关系 这巡龙盘现在是属于我的了 莫永兴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小心的抚摸着这块罗盘 他可是亲眼见过这罗盘的异象的 想到那条迷你的乌爪小金龙 心中就澎湃啊 这东西是属于你的了 好了 我要走了 罗盘被这凯子花一万块买走 冷柔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当下不再理会莫永兴莫名其妙的笑 直接朝店门走去 这 莫少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看到冷柔都走出店门了 莫永兴还没有动作 李冰在一旁着急啊 这美女要是走了 以后人海茫茫去哪找 一万块钱不就打了水漂了吗 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要的是这罗盘 这可是一块了不得的宝贝 寻龙盘到手 莫永兴也就不再掩饰他的目的 黑黑直笑 让李冰摸不着头脑 这块罗盘 那两位风水师傅都解释得很清楚了 压根就是一无用之物啊 怎么就成了宝贝 他们懂啥 莫永兴的声音不小 店里的人全部都听到了他的话 姬全和庞师傅的脸色都不好看 莫永兴这话不就是说他们看走了眼吗 这位小哥难道有其他高见呢 姬全忍不住开口了 反正你们是看走眼了 这可是一个好宝贝 莫永兴咧嘴一笑 丝毫不顾忌此话会给对方带去的尴尬 哦 我们看走眼了 那倒不妨听听小哥的意见啊 这块罗盘叫做寻龙盘 是一件法器 乃是寻龙脉的法器 莫永兴撇了计权一眼 寻龙盘的名字自然是秦宇告诉他的 这罗盘能是法器 那法器也太烂打劫了 前老板在一旁直摇头 法器这东西就是他这店里也没有几件 而且还都是镇店之宝 不对外卖的 这块残缺了的罗盘 要说是法器 他怎么也不相信 不就是法器吗 我们的地摊上就买到一件 李冰举了举手中的盒子 他对于法器也不了解 但想来花了末少八万块 自然不会出错 小兄弟 可否拿出来 给我们看看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法器啊 姬泉和彭龙对视了一眼 难不成这两个年轻人 是风水世家培养出来的子弟 这次他们真的看走眼了 这可是杨旧平先师用过的夜壶 李冰看莫永兴没有阻止 也就打开盒子 把里面的夜壶给捧了出来 扑斥一声 季泉和彭龙开始啊 还认真的盯着李冰的手 不过等整个夜壶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后啊 两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就连那钱老板也是一脸强憋着的样子 这位小兄弟 你这夜壶是从哪里买的呀 钱老板的表情很精彩啊 这哪里是什么法器啊 整个就是一现代的夜壶 上面贴的符录 在他店里也就卖个几块钱一张 这东西要能是法器 他这店里的东西就全可以称为法器了 地摊上就是去年被人买走法器的那个摊位 去年被人家买走法器的那个摊主早就没摆摊了 那摊主后来知道他把一件法器几十块钱卖掉 气得吐血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出院后就没再摆摊了 对于这件事情啊 钱老板算是最清楚的了 那摊主的摊位位置就是在他店门外不远处 平时店里没生意的时候 他也会和那摊主瞎聊几句 只是那摊主自从知道自己把一件法器便宜卖了后 当场吐血送进医院 出院后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并且再也不摆摊了 早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你们肯定是被骗了 那些摆摊的人 我最清楚了 嘴里没半句真话 你随便走哪个摊位上去 那摊主都会说 去年那法器就是从他摊位上被买走的 也就是拿来忽悠你们这些生人 不会吧 那摆摊的敢骗咱 看我不去把他摊给砸了 哎 这位小兄弟 别冲动 这行呢 有行规 我们这行的规矩和古董有点像 所谓真假全靠一双眼 认定了 买下了 不管真假 都不得再去找卖主 买到了法机 算是你眼力好 买到假货 那就是你眼力不行 只能自认倒霉 钱老板喊住了打算冲出去找摊主算账的李斌 李斌看了一眼莫永兴 后者也给了他一个算了的眼神 当下只得作罢 小兄弟 这法器不是那么好找的 就是我们行内人都不一定能认出来 更别说你们两个行外人了 打眼是很正常的 纪全出声安慰了一句 不过这话 烙在莫永兴和李斌两人的耳中 就变成了是在讽刺他俩没眼力 活该上当 就算叶狐是假的 这巡龙盘总是假不了 莫永兴顶了一句 哦 你怎么来分辨法器吗 法器都有些什么特征啊 法器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旁龙的一连串的问话 让莫永兴无言以对 他哪知道这法器有什么特征 该怎么翻遍呢 哼 我自然有办法证明这是件法器 莫永兴直接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拨通了秦宇的号码 原本他是打算买一下这巡龙盘 但是不告诉秦宇的 不过眼下被人鄙视 公子哥的脾气下来 也顾不得原来的主意了 秦宇既然能催动一条金龙出来 自然知道这巡龙盘怎么使用 只要告诉他方法 等他召唤出金龙 让这些人瞧瞧到底谁才看走眼 喂 你说什么 我的巡龙盘在你那 秦宇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几十分贝 让坐在桌子对面 正在夹菜的张华 惊得一哆嗦 筷子没拿稳 夹到一半的肉块 直接掉在桌上 哎 真丢人 张华扫了一眼 边上同民瞧他的眼神 恨不得把自家表弟给活活掐死 接个电话你就接电话呗 声音一下子突然这么大 害得他在同民面前出丑 你现在就在广州 你在哪 我知道了 你在那别走 我马上就过来 不一会儿 秦宇就挂掉了电话 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 对张华和同民说道 我现在要去一趟以龙街 小哥 佟小姐 你们俩继续吃吧 哎 去以龙街干嘛 那地方是卖一些风水用具的 哦 对对对 我忘记了 张华说到一半 才想起自己这个表弟 不正是一位风水师吗 有一件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东西 在以龙街出现 秦宇点点头 就起身 朝门外走 出了饭店 秦宇才发现 自己真是太急躁了 只知道以龙街这个名字 连地方在哪都不知道 这块地方开发区没俊工前还是比较偏僻的 来往的出租车也见不到一辆 小语 上车 我带你去一笼街 这里想要打车 得等很久的 就在秦宇打算先步行到繁华的地方时 身后传来的表哥张华的声音 回头一看表哥和童敏也都从饭店里出来了 啊 反正我和童小姐也都吃饱了 看你的样子 事情也挺急的 我们就追出来了 秦宇朝童敏投去了一个抱歉的眼神 很明显两人是提前离开的 因为秦宇离开的时候 点的菜也只是上了一半 至于表哥嘛 自家人就没必要说什么了 坐在车上 秦宇才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 他的寻龙盘明明是被那个女小偷给偷了 又怎么会出现在莫永兴的手中 还是在以龙街 难不成这女小偷是莫家派了他 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寻龙盘 秦宇的脑海中闪过这个想法 不过马上自己就给否定了 莫家两姐弟看着就不是这类人 更何况如果是莫家的手段 那莫永兴又干嘛还要给他打电话 前面就是以龙街了 不过里面人太多 车子进不去 咱们就在这里下车走路进去吧 张华把车子停在了一个街道口 秦宇下了车朝街口望去 一块铁牌竖在路边 上面三个大大的字 以龙街 都说沿海地方的人最信风水 果然没错啊 这都赶上一个菜市场了 秦宇看到进进出出的人群 感叹了一句 这算什么呀 这条街还不是最大的 靠南城区那边有一条街 那才热闹呢 张华在一旁插嘴 三人朝着伊龙街走去 走过的来看一看了 张天师生前使用的陶木剑 买回去能避百邪 鬼祟不清 最后一把了 大家不要错过了 法华寺大师开关过的佛罪 保一生平安 数量不多 先买先得 一进入伊龙街 秦宇就看傻眼了 这整个一大市场 各种小贩的叫卖声 讨价还价声 比一般的菜市场还要热闹 鸡尾老板 打算买什么 我这摊上可什么都有 都是好东西 看到这把陶木剑没 张天师曾经用过的 秦宇来到一个摊位边上 摊位的老板 马上就热情的开口 介绍起摊位上的东西来 看了一眼 摊主拿在手中的陶木剑 秦宇苦笑不得 这剑连材料都不是陶木的 这摊主也敢吹 是张天师使用过的 不想再听摊主的忽悠 他直接开口道 老板 我想问一下 一眼斋在街上的什么地方 一眼斋 前面路口左拐第一家就是了 听到秦宇是来问路的 摊主的热情一下子就没了 随手指了路 也就不再搭理他了 按照地摊摊主指的方向 秦宇左拐 发现这一片都是店铺 没有了地摊 来往的人相比前面少了一大半 一下子感觉清静了许多 一安斋 就是这家了 抬头看了一下门扁 秦宇踏步朝店里走去 这一进店 他就感到气氛似乎有点不对 隐约有股火药味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 这是不是法器了 别以为会看一点风水 就自以为很厉害 莫永兴那熟悉的声音 一进门就传入了秦宇的耳中 看样子是和人起了争辩 秦宇咳嗽了两声 顿时吸引了店里几个人的注意 秦宇 你来了 快告诉我 怎么催动这寻龙盘 莫永兴看到秦宇进来 眼睛一亮 一手拍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这寻龙盘 怎么会到你手里的 秦宇没有理会莫永兴的要求 反问道 我还要问你呢 你怎么会把寻龙盘给一个女的 人家还拿到这店里来卖 要不是恰巧被我碰见 就要被老板三百块给收去了 我说那女的不会是你的拼头吧 莫永兴给秦宇抛了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 话说那女的还真是漂亮 身材也诱人 这样的女人要是能春宵一度 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上游 什么拼头 那是个小偷 在火车上把我的寻龙盘给偷走了 小偷 你虎谁呢 这么漂亮的女人 还用去做小偷 随便找个大款 或者像我这样英俊多金的俊宴都行啊 莫永兴满脸的不信 都说女人最大的资本就是样貌 学的一生好本领不如一副好相貌 现在社会多少有点滋涩的女生都去当小三做小蜜了 就先前那女人的样貌 别说小三了 就是让男人们休掉正妻 也是会大有人愿意的 我说的是真的 不过既然寻龙盘找回来了 这些都不重要了 秦宇笑道 等等 莫永兴紧紧的盯着秦宇 看着秦宇摸不着头脑 眨了下眼睛 问他 怎么了 秦宇 这寻龙盘 可是我花了一万块 从那女人手里买过来的 行 一会儿 我就把钱给你 秦宇还当是什么事呢 一万块 他现在身上就有 你没搞懂我的意思 我现在是这寻龙盘的主人了 我可没说要转卖给你 莫永兴黑黑一笑 露出亮白的牙齿 看着秦宇一脸金叉的神情 他就感到高兴了 这是赃物 你这属于购买赃物 照样要误回原主的 秦宇提醒着莫永兴 这寻龙盘是被人偷走的 他买去也只能算是赃物 原主人有权利要求他返还 嘿 你说赃物就赃物啊 再说你去叫警察来啊 看到那位没 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儿子 你觉得警察会是站在你这边 还是我这边啊 你这 亲与气劫 没想到莫永兴 给他来这么一手 凭莫家的实力 他还真的很难通过一般的方法 拿回寻龙盘 嘿嘿 好了 先不说这个 你现在教我 怎么把那金龙照出来 那几个人不相信这是件法器 秦宇听了莫永兴的话 才明白 莫永兴打电话 叫他过来干嘛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下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微笑 说道 既然寻龙盘现在是属于你的 那这事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秦宇不再理会莫永兴 反而欣赏起这店铺里的东西 还真别说呀 这一安斋的东西挺齐全 几乎所有的风水道具都有 而且样式也多 摆的是琳琅满目 喂喂喂 大不了以后你要用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 莫永兴无奈呀 这秦宇不教他方法 这寻龙盘在他手中就和一块木头没啥区别 成交 秦宇就等莫永兴这句话呢 反正这个借多久又没有约定 借一天也是借 借一个月还是借 借一年也是借 借个十年八年的 谁还能说什么呢 都过来让你们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一件法器 莫永兴和秦宇两人的交谈 较轻 只有李冰还有和秦宇一起来的张华 同名几人听到了 那钱老板和庞济两位师傅 却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第三十八集 李冰看向秦宇的眼神有些奇怪 带着一丝探究 莫永兴什么身份呢 那是莫家的少爷 看两人的交谈 好像莫永兴对他还有点迁疚 这种情况在莫永兴身上可是太少见了 难道这叫秦宇的也是一位大有来头的主 快点吧 把金龙召唤出来 来给他们几个瞧瞧 莫永兴这话声音不小 钱老板三人都听得到 三人同时将目光落在了秦宇身上 胡一地打量着他 听那年轻人的口气 眼前这人似乎有办法证明这块 罗盘是一件法器 几位是 秦宇皱眉 莫永兴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 他自然不会理会 上前朝钱老板三人抱拳问道 啊 彼人是这一安斋的老板 免贵姓钱 这两位都是广州玄学会的理事 纪师傅和庞师傅 钱老板是主 替纪庞二人回答了 啊 钱老板 纪师傅 庞师傅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块罗盘 玄学会这个名字呀 秦宇听贺平提过 知道这是一个风水相师们的组织 这纪庞二人自然也就是风水师了 他接触风水一行的时日较短 真正碰到的风水师也就贺平一人 对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也不清楚 问这话 也不无存了 探一下现在的风水师的水平 这块罗盘 我们先前看过了 雕工是出自大家之手 材料是最适合用来制作罗盘的软木 算是一件上家的罗盘 只是因为残缺了一角 导致这罗盘无用 姬权又把先前两人对这罗盘的看法重述了一遍 听到这话 秦宇就知道 这两位风水师应该比贺平要差一点 贺平摸过这罗盘后就知道 这是件法器 从这一点上来看 至少严厉就要比眼前这两位高明 其实这罗盘真是一件法器 原本就是属于我的 只是前几日被人偷了 不想今天又找到了 秦宇的话让继权三人诧异 这罗盘竟然是他的 如果真如他所说 这罗盘是一件法器 那么他自然也是一位风水师 只是看这样子 年纪实在是太轻了点 这么年轻的风水师 三人都有点不相信 小兄弟啊 你说这是件法器 可是有什么方法能够证明呢 这是自然 秦宇点头 又朝店铺四处看了下 朝前老板说道 前老板 不知道你这店里 有没有安静的地方 几人现在的位置 就是在店门口 门外行人来返的 巡龙盘的意向 还是不要被太多人知道的好 毕竟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啊 财不露白的道理 秦宇还是知道的 哦 那里就有茶室 咱们到里面去 前老板明白秦宇的意思 一般法器的主人 都不会把法器拿出来到处炫耀 当下招呼了店员看好店 带领着众人朝内里走去 说实话 对于这块罗盘 他也不相信是一件法器 可眼前的年轻人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这是他的原有之物 话里的意思就是说明 他有办法让众人知道 这罗盘到底是不是法器 这 抱这个夜壶干嘛 走进前老板那里的茶室 秦宇看了眼身边的李冰 这家伙紧紧的把一个夜壶抱在胸前 让秦宇疑惑 只看了一眼 他就认出来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夜壶而已 我说李冰 你把他抱在胸前干嘛 这破东西该扔哪扔哪 让我看到碍眼 莫永兴也在夜旁嚷嚷 碍眼 要不是你花个八万块冤枉钱 我也不会抱着他呀 李冰撇嘴 瞧见茶室角落 有一个摆放花瓶的桌子 把花瓶挪开 将夜壶放在上面 小兄弟 现在可以让我们来看看 这件法器有何奇特之处啊 等众人都进来后啊 祭拳朝秦宇开口 说实话呀 他还是不相信 这块罗盘会是一件法器 众位 瞧好就是了 秦宇将寻龙盘摆在正中的茶几上 双手撵着一个特殊的手印 嘴里默念着什么 这是在搞什么 神神叨叨的 李冰在一旁捅了捅 莫永兴的腰侧 轻声问道 看着就是了 哪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 一会睁大你的眼睛 千万不要错过 莫永兴哪知道 秦宇在念什么呀 不耐烦的回了一句 其实啊 何止李冰啊 一起进来的同民也是一脸的古怪 秦宇是风水师的事情啊 张华没有和他说过 只说过他表弟秦宇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不过除了这两位 脸色变得最快的还是继全和旁龙 秦宇的手印刚一碾成 两人的神情就一阵 互相对视了一眼 又再次望向秦宇 死死的盯着罗盘 起 秦宇一声轻贺 手印一变 食指指尖在寻龙盘上划过 形成一个圈形 看到秦宇这一步 莫永兴神情振奋 上一次那条金龙 就是经过了这一步之后出现的 呼的一声 刹那间金光大身 一条金色身影出现 正是那迷你版的金龙 只是相比上一次 这金龙明显又大了许多 金龙在寻龙盘上空 游逛了几圈 一声长吼 这一次没有朝着一个方向飞走 而是又渐渐的化为金光 消散在空中 相比上一次召唤金龙 这一次秦宇感觉轻松了许多 只是脑部一阵眩晕 旋即就恢复了清明 没有了以前的那种 萎靡不振的现象 这 我看到了什么 这 这他妈是龙啊 金龙散去 茶室陷入一片寂静 良久 李冰突然一声吼叫 语气激动的无比附加 知道是金龙 淡定 淡定 莫永兴拍了拍李冰的肩膀 一副向我学习的表情 殊不知当初第一次见到金龙的时候 他的表现不比李冰强到哪去 诶 张总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魔术吗 同名的小嘴张开的都能塞下一颗鸡蛋了 俏脸满是不可思议 轻轻地扯了一下张华的一脚 应该不是吧 张华结结巴巴地回答 这金龙他也是第一次见 惊讶的心情完全不在同名之下 果然是法器啊 还是法器中的精品 哎呀 我们真是打眼了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啊 不知道来自哪个风水世家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客户端 相比之下 季拳和旁龙两人的表现就要好一点 季拳先是叹了口气 随即一抱拳朝秦宇问道 小可秦宇只是单独一人 不是风水世家 季拳和旁龙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两人都发现对方眼里有着深深的震撼 看到秦宇一开始的那个手印 他们以为眼前的青年应该是出自风水世家 没想到竟然和他们一样 是来自普通人家 联想到秦宇的年纪 两人心里感叹 这人的天资 当真是恐怖啊 他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啊 也只是才跟着师父打打下手而已 连法器是什么都没听过 不知道秦兄弟来自哪里 江西 原来是赶南一派 想来令师必定是一位高人 其实我们广州和赶南也是一脉相传 不知道秦兄弟有没有加入玄学会啊 不怕两位笑话 我真正踏进风水一行时日不久 以前都是跟着师父学习 没有机会去接触其他 秦宇这话是半真半假 真的是他确实踏入风水这一行不久 假的自然就是这个编造出来的师父了 秦兄弟可愿意加入我玄学会广州峰会 相信有我和老旁的推荐 秦兄弟得到一个理事的职位没有问题 加入玄学会 秦宇没想到季权会突然邀请他加入玄学会 其实按照他的本意是不愿意加入什么组织的 他的性格是不喜欢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 对于这类组织说实话没有多大的兴趣 实在是不好意思 哎 加入啊 干嘛不加入 我记得广州玄学会今年的会员交流不久就要开始了吧 秦宇刚要拒绝 莫永兴就开口把他的话打断了 秦宇瞧向莫永兴 不明白莫永兴为什么要打断他说话 不过后者冲他眨了眨眼 似乎叫他先答应下来 秦兄弟我们玄学会只是提供一个同行交流的平台 每年会组织几次同行的交流会而已 对于会员和理事不会有什么要求 更不会有什么限制 而且加入玄学会后会有一张资格证 这张证就相当于咱们行业的资格从业证 有了它会方便很多呀 季权看到秦宇要拒绝 又解释了几句加入玄学会的好处 在广东这块地方 很多老板找人看风水一类的事情 都会选择拥有玄学会会员身份的风水师 毕竟现在社会上骗子太多 玄学会的会员证书就相当证明了风水师的身份 有了官方保证这老板们也就会放心许多 秦宇 加入玄学会对你没有坏处的 你就答应吧 莫永兴的声音再次传来 并且一直用眼神示意她答应下来 秦宇思考了一下 如果真如继权话里说的那样 加入玄学会也没有什么坏处 行 不过加入玄学会需要什么手续不 我们玄学会很宽松的 只要三个会员举荐就可以成为会员 如果是理事举荐的话 一个就可以 我和老庞同时举荐你 什么手续都不需要 只要去派张照 填个表格资料就可以了 我说 你一直给我眨眼睛 是什么意思 还要我加入那玄学会 和继权 旁龙约好 明天在玄学会广州峰会碰面 秦宇一行人便离开了义安斋 一出了店门 秦宇就朝莫永兴问话 知道我这次为什么来广州不 莫永兴访问了一句 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会来广州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魁宠 秦宇撇嘴 像莫永兴这样的有钱少爷 各个大城市飞很正常 现在交通这么方便 他又不缺钱 可能今天在广州 明天就飞到摩都去了 后天也许就在北京的某个胡同里了 我姐不是叫我监视着贺平吗 她前天来广州了 莫永兴小声的在秦宇耳边说了一句 啊 贺平来广州了 秦宇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贺平这人身后站着一个神秘的组织 一邪非正 他来广州是想干吗 而且他就是来参加这广州玄学会的交流活动的 所以我先前才叫你答应那两人的提议加入玄学会 这样咱们就有机会参加交流活动 去看看贺平到底来广州是想干什么 这事你有和你姐说过吗 当然了 只是我姐要回家处理一些事情 只好让我来广州了 没想到你也会在广州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突然跑广州来了 莫永兴这才想起来 自己出现在广州是为了监视贺平 秦宇无缘无故的怎么也会来到广州 而且比他来的还要早 这话就说来话成了 秦宇和莫永兴粗略的解释了一下来广州的原因 听到莫永兴眼睛发亮 这又是日本人又是龙翻身的 多精彩呀 他打定主意 在广州的日子就跟着秦宇了 你跟着我干嘛 我天天待在工地 你难不成也待在工地上 秦宇可不想被莫永兴这个公子哥给缠住 找了个在工地住的借口 想来他这样的公子哥 应该忍受不住 没事 我就住工地附近的宾馆就行了 莫永兴黑黑一笑 看到秦宇还要再说 一句话 把他给毒死了 喂 别忘了 你这巡龙盘现在是我的了 我只是借给你 随时都可以收回 不想无聊 你就跟着吧 两人结束了对话 莫永兴打发掉礼宾 还有街口的几个公子哥 直接开车跟着张华朝工地驶去 至于秦宇也是上了莫永兴的车 倒不是因为莫永兴的车 豪华舒适 而是他特意 想给表哥和童敏 两人留出单独相处的空间 自己老是插在中间 要是害得表哥 感情没有进展 舅妈还不得念叨死他 四日 秦宇 表哥张华 童敏 三人坐在莫永兴的车子上 莫永兴驾驶着车子 朝着月秀区方向驶去 那玄学会广州峰会的位置 正是在著名的光孝寺边上 原本童敏是没打算跟来的 不过秦宇劝他一起去 到时候去光孝寺看看风景 也是不错的 童敏推脱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点点头答应了 只是目光扫了眼 一旁傻笑的张华 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丝微红 秦宇的心思 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连莫永兴都看出来 他是想要撮合童敏和张华 同民自己又怎么会不清楚呢 女孩子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敏感的 到了就是这里了 莫永兴把车子开到一栋大厦前 姬全和旁龙已经在大厦底下门口了 刚出发的时候 秦宇便和两人通了电话 所以对方才会在门口等待 广州悬议研究文化会所 看着大厦门前挂着的七个古运大字 秦宇轻微的点头 看来广东人对风水这方面果然是很在意 瞧着一个峰会就建的这么豪华 而且还如此的光明正大 就可以看出来风水师在广州人心中的地位了 第三十九集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 风水就被打入了封建迷信行列 很多风水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但是唯有广东这个地区除外 广东人对于鬼神风水之类是最相信的 无论是店铺开张 红白喜事 都会请风水算命先生来看看 秦兄弟 这里就是咱们玄学会广州峰会的总部了 怎么样 气派吧 季权前头带路 领着众人进去 回头对秦宇笑哈哈的说道 我一开始还以为应该是在某条巷子里呢 秦宇摸摸鼻子 倒也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哈哈哈哈 其实这整栋大厦也不全都是咱们峰会的 五层以上是一些其他公司的办公场所 不过那些公司的员工都是从侧面楼梯上的 这下面五楼才是属于咱们广州玄学会的 集权边走边给秦宇介绍 这一二楼呢是对外开放的 平时也会举办一些讲座 讲一些关于住宅选址需要注意的问题 毕竟咱们玄学会成立的理念就是把风水学说发扬光大 造福于市民呐 这三楼到五楼就只有玄学会的成员才能进入 所以 季权说到这儿 停顿了一会儿 目光看向秦宇生后和秦宇一起来的三人 这三楼到五楼只有玄学会的会员才能进入 这是玄学会成立之初就定下的规矩 他虽然是理事 可也不能破坏规矩 小语 你上去吧 我们就在下面等你 莫永兴刚要张嘴说话 一旁的张华就先开口了 倒让他本来想说的话 没法说出口 只得撇撇嘴待在楼下 至于秦宇自然是跟着继权 上了三楼 出了三楼的电梯 秦宇就被眼前看到的东西给震住了 一块丈高的黄山石横摆在入口处 古朴方正 没有一丝雕琢的痕迹 只是看了一眼 秦宇体内的念力就不由自主的运转起来 犹如一个看到心爱玩具的小孩 雀跃不已 秦师傅 这是正天石 黄山有一石 天正方圆 受天地精华 要挟不能进 鬼祟不敢靠 君子观之 可正气养神 小人观之 五雷镇顶 心神不宁 不错 这正是一块正天石 秦兄弟果然实传援博 只看了一眼就认出这是正天石 这是我广州玄学会成立之初第一届会长捐献的 祭拳的语气 有着一股浓浓的娇耳 好大的手笔啊 有着正天石在 峰会的气韵自然是蒸蒸日上啊 说起正天石啊 可能有很多人都很陌生 不过如果提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海青天海瑞 想必大家就都知道了 海瑞自号刚锋先生 一生清正连结 刚正不阿 微观时从不阿谀奉承 相传海瑞年少时曾受一亿人赠送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并且嘱咐他 此时名为正天石 常伴身边可正气修身 收到这块正正方方的石头 海瑞很是喜爱 将其摆在书桌之上 天天凝湿 多年下来 受到正天石的影响 海瑞的秉性逐渐改变 犹如这石头一般 刚正不阿 善恶分明 另外啊 纪云的草堂笔记中 曾记载一事 海瑞任应天巡抚一职时 某次外出巡查 巧遇白莲教教徒 时之白莲教教徒正准备煽动民乱 又因为海瑞在民间素有威望 恐被其破坏 当夜 白莲教徒施展鬼术 引恶鬼邪魅去取海瑞的性命 海瑞端坐书房 正举灯夜读 突然 一阵阴风出来 门窗哗哗哗作响 海瑞微然不动 拿起桌上的正天石高高举起 重重落下 朝着门外开口呵斥 妖魔鬼魅 见不得人之魅 无读书之人一声正气 岂会惧怕而等 海瑞的话说完 门窗的风突然停止了 只听得几声哀鸣 随后又恢复了寂静 第二天 徒人打扫庭院的时候 发现庭院内有好几头动物的尸体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活活压死的 后人们评论此事分两种看法 一种是说海瑞一身正气 鬼邪被其一身叱咤 给活活震死了 另一种说法 则是认为海瑞动用了正天石的力量 这正天石乃是天下一等阳刚之物 鬼魅阴邪之物的克星啊 海瑞举起正天石拍下 正硬生生的把这些妖魔鬼魅给拍死了 其实不论是哪一种说法 海瑞和正天石朝夕相伴多年 两者早就不分彼此了 人如其实 就是指的海瑞这样的人 关于正天石的故事还有很多 只是这类事情啊 一般都陷于古代的名人杂谈笔记中 并不为大众所熟悉 秦语也是因为平时就喜欢阅读一些古籍 才会认识这正天石 除了克邪 正天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镇压 就是镇压煞气 只要有正天石的地方 煞气就无法抬头 眼前的这一块一丈来高的正天石 实属罕见了 足可以镇压方圆三里的所有煞气 怎么样 我们广州峰会还不差吗 嗯 开眼界了 这么大一块的正天石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一刻 秦语觉得加入玄学会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 秦语没有说出来 他体内的念力 隐隐受到这正天石的滋养 就这么一会儿又壮大了一丝 要是长期待在这正天石边上 恐怕能大大缩短他 突破二品相识所需的时间 这张表格 秦兄弟 你拿去填一下 填好了 过几天就可以拿到会员证了 可惜我们会长 忙着准备交流会的事情 不然肯定会亲自见见你这位 这么年轻的风水师啊 你可是我们玄学会 成立以来最年轻的会员了 季权拿来了一张表格 递给了秦语 秦语看了一眼 这表格倒也简单 就是填一下姓名 联系方式 以及一些基本的资料 而在表格最下角 有着两个推荐人的名字 季权旁龙 季师傅 这交流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秦宇开口向季权询问 到底这交流会是什么样的会议 能引来贺平 所以对于这交流会 他也有几分好奇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别叫我师傅了 咱们以后都是玄学会的会员 还是以兄弟相称吧 我年长就拖大 叫我一声季老哥就行 我呢就叫你秦老弟了 至于这交流会 是咱们玄学会的一个传统 每年都会选出一个峰会来举办 今年呢 恰好是在广州举行 由咱们这峰会成办 其实交流会就是给咱们玄学会的会员 提供一个行内交流的机会 风水一到高深繁复 咱们很多时候都会有难题疑问 通过交流会啊 正好可以和同行们进行讨论分析 这样效果要比一个人摸索 也好得多呀 嗯 季老哥说的对 秦宇深意为然 风水像术博大精深 包含诸多学科 涉猎之广 堪称所有行业之罪 仅靠闭门造车 实在是很难提升造诣 不过为了吸引更多的同行 来参加交流会 这每一届的交流会举办的时候 都会由负责承办的峰会 准备一件法器 凡是在交流会上大放异彩 拔得投筹的会员 就可以获得那件法器 这一次啊 为了把交流会的影响扩大 咱们会上可是下了很大的本钱呢 把珍藏多年的法器都拿了出来啊 季全的话 让秦宇眼睛一亮 难不成这贺平是冲着那法器来的 当下继续问他 季老哥 这交流会是不是其他峰会的会员也可以参加 没错啊 只要是咱们玄学会的会员 不论来自哪里 都可以来参加 即使宣学会办了这么多届下来 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每一届宣学会 获得法器奖励的那位所在的峰会 就拥有下一届承办交流会的资格 所以这次交流会 将会有许多其他地方的同行来参加 季全漏了一点 没有和秦宇说 那就是每一届交流会 都会有一个辩论的环节 在那个环节中 胜出的人才能获得法器 同时这也是一个在行内扬名立外的最好机会 所以很多风水师们都会为此精心准备 以求在辩论会上难倒众人 当然 如果法器落入其他峰会的手里 对于承办交流会的玄学会峰会 也是一个响亮的巴掌 既然是辩论 就难免要分出一个高下来 举整个峰会的人力 还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把法器摘走 为他人做了嫁衣 整个峰会的人都是面上无光 这就相当于你下定聘礼了 花轿也准备好了 刚要去接新娘的时候 结果发现被人抢先了一步 而且用的还是你准备好的聘礼和花轿 姬全不把这内里的猫腻告诉秦宇 也是因为秦宇是刚加入的 有些新照不宣的事情 还是要自己去领会的 不管怎么说 交流会的核心还是好的 只是最近几年各峰会的竞争 有些激烈罢了 填好表格 秦宇入会的事情 也就算是搞定了 楼下还有几人在等候呢 秦宇也不愿拖延太久 和姬全告别后就下了电梯 回到大厦的底楼 搞定了 莫永兴正无聊的在和前台小姐说话 看到电梯门打开 上前拍了拍秦宇的肩膀 问道 手续已经填好了 不过还要走一个流程 保玄学会总部进行审批 需要三到五天的时间 谁问你这个了 我是说交流会的事情 你打听出来什么消息没有 莫永兴眼睛一翻 入会是秦宇的事情 他才不关心呢 他关心的是交流会的事情 这样才能搞清 贺平来广州参加交流会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好像自家老姐汇报 具体的还不清楚 不过交流会上有一件法器 只要能在交流会上力压众人 就可以获得那件法器 我想贺平可能是冲着这件法器来的 秦宇小声的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 你可以调查一下这件法器的作用 既然是交流会 那么对于这件法器的信息肯定不会很保密 也许能从这件法器的作用顺藤摸瓜 推断出贺平的目的 行 这件事我回头就叫人去查 莫永兴正经的回了一句 只是这副正经样还没能维持一会儿 又变成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一拍秦宇的肩膀说 秦宇 你表哥和那女的都没来眼去了 看来有戏啊 我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还热衷于千红线做媒人呢 滚 秦宇没好气的把莫永兴放在肩膀上的手打掉 目光朝着表哥那边望去 发现果然如莫永兴所说 表哥和同民互相在说着什么 同民不时哥哥笑出声来 连他下来了 两人都没有发现 表哥开窍了 舅妈抱孙子的愿望 也可以早日实现咯 秦宇面露喜色 他来之前可是经过了三堂会审的 外婆 舅妈 还有自己的母亲 秦宇当着三个人的面 下了保证 一定会帮忙解决表哥的单身问题的 现在看到表哥开窍了 他也松了一口气 不出意外 任务算是完成了 在聊什么呢 哎呦 小语你下来了 我们刚谈到这附近的光孝寺 小敏说 他来广州一两年 还没去过光孝寺呢 啊 光孝寺不远 咱们去逛逛就是了 话说 对于这光孝寺 我也是久仰大名了 表哥直接喊 同名为小敏了 看来两人的进展 还是挺快的 这光棍了多年的男人 一旦看到心动的女生 这下手速度 可不慢 光孝寺 位于月秀区内 是广州市历史最悠久的寺庙 也是广东省佛协会的所在地 也是六祖慧能 创建南禅的发源地 不了解佛教的人 可能没听过光孝寺 但是如果提到六祖慧能 赫赫有名的风帆论 向来大家都会有印象了 相传正值光孝寺的印宗法师 讲聂伯经 当时有风吹翻动 两个僧人便争论起来 一个说是翻在动 一个说是风在动 六祖慧能听后 说道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而是人者心动 二僧大惊 将此事 禀告了印宗法师 印宗一听就知道 说此话之人 佛法之高 远在他之上 赶忙将慧能迎上来 请他登坛说法 慧能登坛说法 底下僧人听后大惊 印宗法师 当下替慧能消化 拜其为师 从此六祖慧能 开始在此地开谈论道 广传佛法 创下南禅一脉 几人买了门票 进入光孝寺 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自然就是那最著名的 义发塔 也称六祖发塔 乃是禅师们 为了纪念六祖慧能 体度 因缘而建 此塔 以灰纱为结构 八角形 每层都有佛刊 秦宇初步 关了一眼 此塔 大概有七八米高 因为岁月的洗礼 塔身 已经有所掉漆 上面的一些佛像 有些已经模糊不清 不过正是这样 才让人感觉到一股 沧桑感和岁月的沉淀感 在一发塔前 瞻仰了一会儿 众人又随之到了 大雄宝殿参拜 大雄宝殿内 供奉着 阎华三圣 阿南 嘉业 等尊者相 秦宇对于佛家的一些人物 也不是很了解 只能认出那么多 倒是莫永兴 比秦宇认识的还要多 给众人一一介绍起来 其实这几年 我跟着我姐姐四面八方的跑 一些佛教名次 没少去过 见的多了 也就认识了 莫永兴看出了秦宇的疑惑 解释了一句 莫永兴提起她的姐姐 秦宇的脑海中 又浮起了 在铜巴山山洞内的情景 想到莫永兴的媚态 小妇就是一阵火热 隐隐有抬头之意 阿弥陀佛 秦宇默念了一声佛号 赶紧把思绪拉回 抬头看了眼前面的释迦佛像 在佛祖面前想这个 要是被佛教信徒知道 还不得被喷死 各位听友 您刚才 第四世纪 光效寺香火鼎盛 游客络绎不绝 到了光效寺 有一个景点 不得不去 那就是光效菩提 阳城八景之一 光效寺内栽种着一棵菩提树 为天族高僧 智药三藏移栽而来 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棵 移植过来的菩提树苗 智药三藏曾有预言 五过后一百七十年 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 开眼上乘法门 读无量中 一百七十四年后 六祖慧能果然于此树下 受戒说法 印证了智药三藏所言 只是当秦宇几人来到菩提树处 才发现菩提树下已经围满了人 击成了一个圈 不过和国人看热闹不同 这群人只是默默的盯着圈内 不出声议论 过去看看 莫永兴是最喜欢凑热闹的 第一个冲进了人群之中 站着身体的优势 硬是挤出了一条路 站在圈子最前面 根本不理会周围人投来的愤怒眼神 有了莫永兴的开路 秦宇三人倒就方便多了 也跟着走到人群前面 几人朝圈内望去 才发现 圈子内竟然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和尚 两位老和尚相对而坐 底下各自放着一个蒲团 两人的身上都披着袈裟 熟悉佛教的人就知道 袈裟只有疑似的方丈 或者德高望重的法师 才有资格穿戴 这两位老和尚的身份来头 定当不简单 哎 秦宇 这两个和尚是在干嘛 坐在这里半天不动 莫永兴瞧了一会儿 发现这两个老和尚一动不动 加上人群也是屏息无声 不免感到无趣 朝秦宇问道 应该是在禅定吧 秦宇也不确定 看样子这两位像是在禅定 但是佛家的禅定是很有讲究的 一般都是选择在幽静的禅室内 在点上一只禅箱 这菩提树下人来人往的难免嘈杂 两位大师是要进行疾风变禅 左边这位是光孝寺的智人大师 右边那位是南华寺的剑空大师 两位大师每天都要在菩提树下 进行一次疾风变禅 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 身边的一位中年男子 听到秦宇和莫永兴的对话 小声地解释了一句 疾风变禅 是变的什么呀 和尚不是讲究无欲无求 四大皆空的吗 怎么还辩论起来了 莫永兴继续追问 疾风变禅就是辩论的人 通过一些疾风 互相印证对方的修行禅法的 深厚程度 这一回倒是秦宇给莫永兴解释了一句 不过他发现了效果不大 不但莫永兴还是一头雾水 就连表哥张华和同民也是一脸疑惑的看向他 当下只得清理一下思路 给他们详细解释 疾风本意是功上的积压和封建 在禅宗中则被引为无迹可循 蕴含深刻佛里的词句 意味禅师与他人对积常以记忆深刻 无迹象可循 乃至非逻辑性之言语来表现一己之境界或考验对方 六祖慧能的风帆论就是一次积风 积风有几个特点 一是快捷训论 不容思考 二是力如封建 直如剑行 六祖的一句 不是风动 亦不是翻动 而是忍者心动 直指人心如石破天惊 其实也不只是禅师会进行积风 古代文人也多喜欢参禅斗积风 在《红楼梦》中 双玉就经常参禅斗积风 其中第二十二回上半部讲的 听曲文《宝玉勿缠机》 里面就有一出积风勿缠的对话 小兄弟年纪轻轻的 没想到还知道的这么多 现在的年轻人呢 整天就知道追捧一些国外的偶像剧 咱们的一些传统文化都不去了解 中年男子听到秦宇的话后 翘起大拇指 显然是在夸奖秦宇 只是他这话让莫永兴和张华 颇不好意思 貌似他们就是那种对传统文化 没了解多少的年轻人 咱们的六主 就是一位著名的积风辩论高手 他所传下来的三十六对法 是南禅积风的主要对法 小兄弟既然了解积风 想必也应该听过一宿教的典故吧 在书上曾经看过 讲的是六祖慧能和他的五大弟子之一 玄绝大师的一场积风 这一宿教的典故 秦宇曾经在永家地方志书籍上看过 玄绝大师在未成为六祖弟子前 就已经是一位有道高僧 在瑞安县的仙岩山参悟佛禅 一日玄绝在读《唯摩节经》时 忽然觉得内外明澈 经文之中所说的境界 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无二无别 自性宛然 于是玄绝大师便决定去山外云游 参学天下 找人印证 恰是因缘 玄绝与六祖的弟子玄策相遇 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也很是投机 于是决定连美去参业六祖 到了六祖的寺庙 六祖正坐在蒲团上 玄绝不带玄策介绍 就走到六祖的身前 将西丈摇动的花花作响 围着六祖转动三圈 然后持仗而立 既不礼拜 也不作声 六祖看了他一眼 叙叙说道 作为僧人 应当具备三千威仪八万细形 请问你从哪里来 竟然如此傲慢无礼 玄绝不在乎 说道 了生托死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而且各种姻缘的变化又迅速无常 其他的事情在我看来都不重要 因此我也就顾不上什么威仪不威仪 礼节不礼节了 六祖再问 既然如此 为何你不去领悟不生不灭 无快无慢的道理呢 玄绝回答 根据我的体会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死 有无 因此领会不领会 本来就不存在 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快与慢了 六祖听后 高兴的说道 正是如此 有得禅之真意 听到六祖的赞扬 两旁的僧人都很不可思议 六祖平时极少赞扬他人 眼前的这位云游僧人很不一般 得到了六祖的认可 玄绝才按照禅宗拜山的礼仪规矩 整理好自己的袈裟 恭恭敬敬的给六祖刻了三个头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客户端 玄绝先居后宫 很是出乎众人意料 但更令僧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行完礼仪后 玄绝就起声告辞 马上就要下山离去 六祖问他 你这就要走 太快了吧 谁知玄绝竟然又无风起浪 挑起于老师的疾风 本非自动 体有素颜 本来就没有动 哪里有什么快与不快呢 六祖不动声色 说道 你说本字非动 那么究竟是谁在制造飞动呢 人者自身分别 玄绝回答 这就是一次疾风的交集 六祖一笑 如深得无声之意 六祖的这话 看似是对玄绝很肯定 其实那里暗藏积风 既然无声在于心 又怎么能得到 玄绝悟得六祖话里的积风 又抛出一句 无声其有意 六祖说 无意谁当分别 玄绝说 分别亦非亦 两人电光火石间的积风 对论 让周围的僧人一片迷茫 只有玄策在一旁略有所思 六祖见玄绝 见物透彻 不留痕迹 很是高兴 拉着他到禅房 留宿了一晚 师徒共同参禅 第二天 玄绝就拜别了六祖 离开了寺庙 后来玄绝著正道歌于盛世 好无相大师 后人们把他和六祖夜谈禅道的事情 称为一宿教 禅宗的积风对论 不是有一定佛法的人 是无法理解的 尤其是这种电光火石之间 不容思考的对论 更是考验悟性和机制 听得迷迷糊糊的 和尚就是喜欢打亚迷 秦宇给几人小声 讲了一遍一宿教的典故 听完秦宇的话 莫永兴三人脸上的迷惑 非但没少 反而增添了积蓄 佛家讲究 佛度有缘人 讲求慧根 大概就是说的这种吧 童敏倒是若有所思 小兄弟不错 还知道典故里六祖的积风所在 不错不错 中年男子没想到 秦宇竟然对这个典故如此熟悉 连六祖和玄爵大师的积风都记得住 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些都是前人总结的 我只不过是赵班念书而已 秦宇谦虚的回答 赵班念书怎么了 在大街上随便找些年轻人问问 恐怕连一宿叫这个典故的名字都不知道 有时间看这个 还不如看猛花花公子 莫永兴撇撇嘴 小声的嘀咕了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在莫永兴嘀咕完 圈内的两位大师同时睁开眼睛 右边的剑空大师双手合十 须须问道 达摩祖师面壁九年 请问达摩面壁飞向何处 剑空大师的声音须须传开 整个人群都屏息等待着智人大师的回答 这问题如果从字面上理解 自然是背向洞门了 达摩面壁的典故啊 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达摩祖师于松山山顶一处天然石洞内 面壁九年 成为了佛教史上的美坛 达摩在石洞内面壁九年 后来离开时 坐禅对面所对的那块石头上 竟然留下了他面壁姿态的形象 隐约可见 后人把这块石头称为达摩面壁影石 并且许多文人都留有诗词记载 其中就有一首面壁石在 少林一块石都到是个人 分明是个人分明是个石 石和石面壁石 人和人面壁佛 达摩面壁 背向断壁求法者 智人大师毫不犹豫的开口回答 断壁求法者在哪儿 你指的可是二族会客 监空大师继续追问 你要问的是禅宗历史的那位断壁求法者 还是现在的断壁求法者 禅宗历史上的那位 现在的又有何不同呢 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佛法有如来之命 如果没有上求下话 没有发心之人 又如何能够承担佛法的护法之命呢 阿弥陀佛 好一个面向断壁求法者 达摩面壁不说法 终日默然面向壁 面向壁合了眼 壁向面打破了壁 我想请问 达摩既然壁向面 为何要打破壁 这打破的壁又是什么 阿弥陀佛 壁向面打破壁 打破的是什么东西 打破的是我们的账 我们的账 我的账 我们的账 处事面强 处处尘埃 这就需要打破 知人大师面带微笑 徐徐说道 达摩面壁 飞向何处 九年面壁 未待后学 九年面壁 未传法命 九年面壁 未使佛法广大流传 那么 我们只有不顾生死 只有不怕生死 面对生死担当重任 担当我们畏惧生死这一颗心 面对我们畏惧生死这一颗心 不畏惧 不再逃避 面对 担当 这就是我们达摩面壁的用意 所以达摩面壁 二组会可断壁求法 我们说达摩面壁 背向断壁求法者 啪啪啪 知人的话一落下 围观的群众掌声响起 这些大多数都是信佛之人 对于佛教典故 也是了解的 二组会可为了让达摩祖师传法 断壁发心 归入禅宗 被人称为断壁求法者 当然 面带迷惑的人也不少 莫永兴 张华 还有同民 都是一脸迷惘 显然没听过这断壁求法的典故 秦宇倒是听得滋滋有味 这两位大师话里疾风不断 又充满残疾 仔细品读 大有收获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既然提到了达摩面壁 那么我也想问 达摩面壁 面向何处 智人开始了回忌 面向断壁求法者 将空面带微笑 此话一出 人群哗然 智人大师已经说了 背向断壁求法者 这将空大师为何也如此说 我虽然听得不是很懂 但是这个剑空 明显说的不对 刚智人大师都说了 达摩面壁 背向断壁求法者 大家都鼓掌认可了 怎么到他那 又变成了面向断壁求法者了 张华在一旁 捅了捅秦宇的腰侧 问道 面向断壁求法者 秦宇也是眉头紧皱 既然背向断壁求法者 为何面也是向着断壁求法者呢 秦宇 这断壁求法者到底是何人呢 墨永兴在一旁开口 断壁求法者指的是二祖会客 不过智人大师口中的断壁求法者 是指那些有向佛之心 有大毅力的人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 秦宇随口回答完墨永兴后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一拍大腿惊呼出声 一惊一乍你搞什么呢 墨永兴被秦宇的动作和声音吓了一跳 秦宇的声音有点大 人群中众人本来还在揣摩 剑空大师话语中的禅译 此刻听到秦宇的惊呼 全部将目光转向了他 这位小居士可是明白了什么 不妨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剑空大师的目光也转向秦宇 脸带慈祥的笑容鼓励的 小可一些个人之见 只会一笑大方 岂敢在大师面前献丑 佛祖曾说 世人皆是佛 本心在无量众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每人心头都有一个佛 只要明悟 便能直指本心 没有大小高低之分 小居士但说无妨 既然如此 那小可就把我的理解说说 要是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师指教 小居士但说无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